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有声剧《我在腾朝当岛爷》 改编自起点中文网,经,他能穿梭时空 作者青竹林,演播雨淋淋,欢迎订阅 第七十六集 等林文婉走后不久,林梦里忽然听到身后有声音传来 他转头一看,正是自己的好哥们 在小溪阵营客酒楼当小厨的善心容 对方虽然是小厨,却是有一个当大厨的梦想 只是一直也没有遇到欣赏他的伯乐 今天他过来,本来是为了找林梦里盯一些海鱼的 林梦里背靠林家庄,虽然穷,但海货还是拿得出手的 直接找他买,可要比市场上挑,实惠多了 而对于林梦里来说,给族里的渔货多找一些销路自然是好事 毕竟在码头上卖都要被各大商行压价 直接卖给酒楼和小贩,又容易被坑 两人也是老交易了 山心容虽然给不了林梦里高价,但从来不在树木上坑他 因此两人关系就渐渐地处了起来 梦里兄,刚刚那位就是你们林族新任的神仙小娘子吧 林梦里点头 是啊,你怎么这时候过来,又要海货了 算是吧,你来,我与你有话说 山心容拉着林梦里往客栈外走 我们去方家茶寺喝壶茶,听个曲儿 你疯了,钱多收的呀 你去不去吧 难得你这个铁公鸡肯拔毛了 我怎么会不去啊 去,马上去 正好现在过了五十 店里也没什么时刻了 我们就摸个鱼 两人很快来到方家茶寺 找了个僻静的角落,点了壶最便宜的茶 喝了两杯之后 山心容咋咋嘴,这才说出目的 老林,我就开门见山说了 之前你在酒楼跟你们那个神仙小娘子的对话 我都听见了 你手里真的有能去掉面食发酵的酸味 还能使面食变得更蓬松的配方 林梦里恍然大悟 从林婉婉给的布兜里取出瓷瓶 递到山心容的面前 你耳朵倒是尖哪 原来是为了这东西 对,我们婉娘是这么说的 不过我也没有吃着过 你要是觉得行,我给你成本价 我也不用你成本价 我刚刚听到了 你族里的神仙小娘子 说这东西,她想让你卖两到三百文是吧 你就两百文卖我一瓶试试 如何,兄弟沾你一点光了 刚才林婉婉第一声跟林梦里说了 成本包括瓷瓶原料等各项在内 共计九十四文 如今善心容愿意以两百文购买 林梦里自没有二话 甚至还有一点点的小内疚 赚了兄弟一半的钱呢 利润过半,这可就算是暴利了 而且两百文也不是一个小数目 但这东西毕竟不是他的 只是林婉婉托他卖的 他总不好实话实说,告诉人家真实成本 当即从布兜里挑了个最顺眼 看起来里面装了最多的一瓶 递给了善心容 第一笔买卖,就此成功 这东西要怎么用 你们族的神仙娘子可说了 说了 一开始和面时就加入面碱 一小勺就够 面形好后再放一点 半勺足矣 面碱和面的比例 基本保持在一百比一 这样就能做出又蓬松 又没有桑日的面食了 善心容拔了瓶塞 看了看里面的东西 发现是白色粉末状的 跟面粉类似 他心里也有些嘀咕 不由问道 你也没有吃过这东西 做出来的蒸饼 林梦里老老实实地回 没有 这是我们晚娘最近 刚研究出来的好东西 见善心容面带犹豫 林梦里想了想 你先试着做 要是觉得好啊 以后咱长久生意 要是不好 通前我推你一半 怎么样 兄弟够意思吧 善心容一拍大腿 好 老林爽快 我就想着吧 这袍计评比 我要出奇制胜 林梦里端起茶杯 豪气道 来 兄弟我以茶带饺 祝你成功 善心容在迎客酒楼里 只是小厨师 比布林工钱的学徒 略好一些 一个月工钱 也就是五百文 两百文是他 近半个月的工钱了 对他来说并不便宜 不过 他还是决定买下一室 一旦能在 众位小厨师里脱颖而出 尚未成迎客楼的大厨 那一个月的工钱 少说就有一贯半了 而且时不时的 还能拿些 当日用不完的食材回去 油水可足了 他的厨艺 早就可以独挡一面 但却一直被总厨压着 有机会也不提拔他 他不服气 定要独皮西径闯一闯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请帮我分享一下吧 记得送月票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我在唐朝当岛爷》 改编次起点中欧网 经他能穿梭时空 作者青竹林 演播雨淋淋 欢迎订阅 第七十七集 回到组里的林婉婉 没有跟林组长提起 今日卖面检的事 林组长也是默契地没问 其实对于做生意的事 林组长实在是不热心的 他属于求稳的心态 饿死也不想组里的人经商 给祖宗蒙羞 在古代经商 也是需要破釜沉舟的勇气的 因为一旦确定为商户 是会影响到子子孙孙的 而唐初对商人的限制尤其多 李世民是很不惜商人的 上即不惜 商人能有个什么地位 就可想而知了 要知道 他们侯涛林氏组上 可也是出过读书人 出过关的 如今他们分支 虽然是落魄了 那也是寒门 而不是庶民 林婉婉要是 教祖里编个草鞋 做个美食出去卖 大家还更能接受一些 因为这就是大唐农闲时 田舍狼们补贴家用最常做的事 官府也认为 这不算是经商 就像渔民捕鱼 卖鱼 也不会被化为商人一样 毕竟捕鱼 也不是人人都有这个实力 而这件事又关系民生 是国民经济重要的一环 但林婉婉像炼丹一样 捣鼓出来的面茧 一来大家没听过 二来 茧石 盲销和石灰石 完全是道爷们玩的玩意儿 跟浓鱼都不沾边 他们族里这群 没见识的老娘们 能不能碰 还真有点担心 万一来个炸炉 可怎么是好 族里本来就缺女人 再把老娘子们也给炸没了 那剩一群官夫和光棍 可就惨了 这边 林婉婉已经吸了 卖面茧的心思 开始专心地教孩子们上课 那边小溪镇的客栈里 却正发生着一件 改变大唐面食界的事情 小溪镇 新的一天 从有规律的陈谷开始 当陈谷第三次响起的时候 迎客楼后厨已经站满了人 每日的营业虽然是从午时才开始的 但准备工作 则是卯时不到便开始了 今日又有一些特殊 只因掌柜地宣布了一件事 随着迎客楼生意越发的兴隆 厨师有些人手不足 将要从小厨师里提拔一位当大厨 一旦成为大厨 必然要独当一面 招牌菜是必不可少的 今日便是正小厨拿出看家本领的时候了 为了这次的评比 除了客栈的掌柜和总厨大厨 还额外邀请了三位镇上有名的 饕餐美食客来当评审员 迎客楼的后厨 目前有一位总厨 十位大厨 二十位小厨 以及学徒伙计若干 二十位小厨 其实也多是大厨的学徒出身 唯有一个例外 那便是单欣荣 她是凭着祖传的手艺进了迎客楼 单欣荣最初进迎客楼时 以为能凭着手艺一名惊人 谁知道 人家只是让她当大厨的助手 帮忙切菜配菜 做些辅助而已 她从十八岁进迎客楼 一直到现在二十五岁了 还是没有成为大厨 从前跟单欣荣一起进迎客楼的学徒 都已经在师父的提拔下当上大厨了 而她却始终停滞原地 要说不憋屈是不可能的 论厨艺 单欣荣觉得自己绝对有大厨的水平了 她缺的是人脉 作为迎客楼里单打独斗的人 她想要晋升很难 但这一次 单欣荣有了绝对的信心 只因前日到手的那个秘方 在家里她已经试过好几次 那个离梦里族里的神仙小娘子 果然是神仙下凡 加了这个秘方蒸出来的蒸饼 绝对能震撼所有人 厨艺展示在之前的辨别食材环节 对于二十位小厨来说 都没有太大难度 为了这一天 大家准备很久了 手艺比拼 才是真正的硬仗 这一次的内部大厨提拔赛 有一个人是最有信心的 他便是大厨人秦升的徒弟 同时也是亲儿子的 人权贵 二十个小厨里 有一位他的师兄张雨来 他必定是会认输的 且他爹还在场外 替他搞定了三个关系不错的大厨 众人都开始忙碌起来 便是这次早就想过放弃竞争大厨的张雨来 也没有一丝松懈 他希望自己是赢了之后 将名额让给师弟 而不是直接在比赛的时候输给他 这是他最后的倔强 拿起面粉 放进竹面 善心容深吸一口气 开始了他的招牌菜制作 事实上 他祖传的招牌菜是烤鹅 但烤鹅在前两年的比赛中就用过 并没有让他脱颖而出 因此这一次 他选择了最普通 但又最不普通的蒸饼 平凡的东西做出不平凡的味道来 才最能令人拍案教学呢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请帮我分享一下吧 记得送月票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我在唐朝当岛爷 改编次起点中欧网 经他能穿梭时空 作者青竹林 演播雨淋淋 欢迎订阅 第七十八集 搏面加入面茧 再醒面 拿起蒸笼做准备 再加入面茧 一通程序做下来 扇心荣才把捏好的八个馒头 放进蒸笼里开始争 选择做八个 是因为在开始这场比试前 他的婆娘去盗罐里 替他求了签 算了罐 说八是他的幸运数字 二十个小厨里 已经有十九位的招牌菜上了 都是大菜 目前为止的评分 不出意外的 是人权贵最高 张雨来输给了自己的师弟 脸上倒还看不出什么 心里早已一片黯然 师父对他有所保留 师弟的那道拿手菜 师父从来就没有教过他们 怎么还没好 这最后一个小厨 到底做的是什么 这时三位被邀请来当评审的美食客 有些等不住了 我刚刚看了一眼 好像是蒸饼 蒸饼 他在开玩笑吗 蒸饼也能当招牌菜 来了来了 他端着蒸笼出来了 不好意思 让各位久等了 单欣荣直接把小蒸笼 从蒸锅上搬了出来 拿到大堂的展示桌上 掀开盖子 一个个蓬松饱满的白面蒸饼出现在众人眼前 八个蒸饼被切成了十六份 留下一份放在展示台 其余一一端到评审们面前 桃姓美食客评价道 很好看的蒸饼啊 皮很光滑 颜色又难得的白镜 白白胖胖的脉象很不错 有点像豆丁 但比之蓬松得多 总厨见到这个蒸饼 有一些亚意 他伸出手指捏了捏 发现蒸饼很快又恢复原状了 很蓬松 很有弹性 刚才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的那些美食客 迫不及待地一口咬下去 细密的气孔里 顿时透出一丝淡淡的麦香气 萦绕池间 咀嚼间 还有一点点的香甜 跟以前吃到的那种 皮又厚又硬 还有股酸味的蒸饼 完全不可同日而鱼 口感既绵软 又有着嚼劲 好吃得令人根本停不下来 美食客两口就吃完了分道的半个 忙开口喊了一句 那辈的半个 也给我端来 哎 似乎有回音 什么回音 明明是跟他一样的老饕铁老陶 跟着异口同声的也喊了出来罢了 空气里有电流在滋滋作响 正在两个人大眼瞪小眼的时候 剩下那位美食客 已经爬出桌子 直接跑到了展示台 一口就把剩下的蒸饼 塞进了嘴里 黑呀 你个泼子 两人又是一口同声 骂了一句 接着 同时向善心荣喊 哎 你这个招牌赛绝了 我给买份 现在快快快快 再给我蒸一笼出来 我带回去 给家里人也尝尝 看着三个老饕铁这样的表现 总厨和掌柜对视一眼 这次的比赛结果 还用多说吗 质碱也质难 平凡的食物玩出新花样来 才叫厉害 总厨站了出来 对着善心荣笑眯眯地说道 既然三位美食大家 这样要求 小善哪 你还不快去多做几笼 善心荣兴奋地 差点跳了起来 回答总厨的声音都变扭曲了 是 而一旁的人权贵和人秦升 则全部脸色阴沉 万万没想到 明明都打点好了 居然还会出意外 林梦里啊林梦里 你可真是我的福星 这次我要是当了大厨 一定请你来我们酒楼搓一顿 善心荣在心里乐陶陶地想着 浑身都舒畅了起来 前途是一片光明啊 当天下午 迎客楼就打出了新招牌 白云蒸饼 每一个尝过白云蒸饼的人 都被他香甜松软的口感征服了 比起手里的白云蒸饼 之前吃的那些又酸又硬的蒸饼 都只能算是狗粮 一个白云蒸饼也不贵 能进迎客楼吃席的人 根本就不在意多花这几文钱 而且 有钱你也不容易买到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请帮我分享一下吧 记得送月票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我在唐朝当岛爷 改编次起点中欧网 经他能穿梭时空 作者青竹铃 演播雨淋淋 欢迎订阅 因为做蒸饼要醒面 山仙如一开始根本没想过会有现在这样的轰动效果 他准备的根本就不够卖的 往往一龙蒸饼刚出炉就被抢购一空 无论是白面的还是加了肉馅的都受到热烈追捧 月宾楼这边有一桌本已经要点菜了 却被他的朋友一吆喝喊走了 今日迎客楼有新鲜吃食 我们快去看看 去完了就没了 什么东西啊 值得你大惊小怪的 大郎你去了就知道了 快走快走 好 那走吧 月宾楼的伙计就眼睁睁地看着客人走了 一夜之间 整个小溪镇但凡是坐酒楼的 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都打听出了迎客楼白云蒸饼的事 其中有以月宾楼的掌柜最难受 因为他立刻就回想起 不久前 有个商人娘子来向他推销过 能让蒸饼变大变白的秘方 但当时自己却没放心上 曾经有一个发财的机会摆在自己面前 自己却没有珍惜 等到失去了 才追悔莫及呀 不知道小溪镇盛况 以为自己在大唐第一次创业失败的林温婉 一头钻进了现代 回到小别墅 手机里的消息已经堆了很多 陈锦鱼约了他好几次 他决定去付个约 一直拒绝显得自己太高冷 怎么说 陈锦鱼也是他为数不多的朋友 他刚回了消息 陈锦鱼的电话就追了过来 娃娃 你终于出现了 现在找你可真难呀 你都在哪呢 去游历了香野 信号不太好 不错嘛 辞职了挺潇洒 到处游山玩水呀 羡慕 对了娃娃说正是 我这里有件十万火急的事 要你帮我 你可一定要帮我呀 你先说说是什么事吧 我怕我没能力 你行你肯定行 以你的身段长相没问题的 我这边有个奢侈品 发布会活动 特好的机会 但我把李摩的资料发过去 主办方始终不满意 缺一个站顶 刘萧俊宁身边的神颜模特 怎么样 来帮我下吧 这次主办方 一天给一千五 我一分都不抽了 都给你 林婉婉现在缺一千五吗 一点都不缺 就在林婉婉犹豫的时候 陈锦鱼又连珠四炮地劝说 是顶流萧俊宁哎 是大帅哥萧俊宁哎 站他旁边够你吹一年了 而且这是卡地亚珠宝大展啊 除了萧俊宁 还会来很多很多明星的 来吧来吧 帮我一下求你了 我真找不到主办方满意的人了 既然你发了很多的魔卡都被去了 我也未必能中啊 怎么可能啊 你的魔卡我也发过去了呀 人家就是一眼挑中了你呀 你这是先赏后奏啊 那万一我没空呢 求您了求您了 好玩玩帮我一次吧 这次不仅是礼仪和模特 还有别的合作 最主要的是我可以搭上第一条线 这对我太重要了 老娘等于一脚踏入娱乐圈了呀 以后合作的资源就不一样了 好吧 这次我帮你 什么时候啊 啊 太好了爱宁 后天下午三点半到晚上十点 一会儿我把地址给你发过去 行 收了电话后 林文婉失笑着摇摇头 陈锦鱼在大学里带林文婉参加各种礼仪 模特兼职活动 让她赚了不少的生活费 虽然做这些活动只是各取所需 但对林文婉来说 却算是雪中送炭 而现在林文婉不缺钱了 可人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 她自然要仗义相助 无论怎么说 当初的陈锦鱼带给她的兼职活动 可要比学校里提供的 勤工俭学机会好太多了 两者能赚到的报酬 根本没法相提并论 这让林文婉的生活不至于太狼狈 把身份资料发给陈锦鱼做公盘后 林文婉喊了网约车 拖了海货去找谢玉婷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请帮我分享一下吧 记得送月票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我在唐朝当岛爷 改编自起点中欧网 经他能穿梭时空 作者青竹林 演播雨淋淋 欢迎订阅 高冷的谢玉婷 这次难得地多讲了几句话 你那边能不能给我每天固定送货 现在给他量不够啊 我又不是专业的余迷 每天给你送没这个货量啊 我只是偶尔从朋友的船上买一些而已 倒不是林文婉不想给大唐的族人 找个靠谱的销售渠道 而是量大的话 他很难做到没有痕迹 万一被人发现他凭空变出海鲜 就麻烦了 现代可是处处都有摄像头 唯一比较好的一点是 鱼业属于国民经济基础产业 不需要缴纳增值税和所得税 又少了一层监管 走出谢玉婷的私家菜馆时 林文婉摸着下巴沉思了一会儿 也许自己去包片鱼塘或者海滩 搞个养殖打掩护 或者每天拿个空箱子去码头晃一圈 给码头的管理交笔钱 这样他好歹可以算是在渔业上挂上号 也能做掩护 另外 族里的两艘渔船过于破旧 每次出海的渔货其实并不多 这也限制了林家庄渔业的发展 林文婉倒是想过要给族里的渔船更新换代一下 但在大唐买一艘好一点的船 手续繁杂 需提前半年以上订购 而现代的渔船又带不过去 因此这个问题便一直拖着 时空门就一扇普通门的大小 宽不足一米 高不足2.4米 稍大一些的现代之物就无法携带 回到唐朝 林文婉给学堂里的课做了调整 她一直是跟现代一样 让孩子们上午天学休两天 家长们自然巴不得孩子们每天上学 孩子们其实也宁愿上学 就为了中午的那顿饭和放学前的小点心 可林文婉不行 她需要双修 否则岂不是变成007工作制了 比她在现代还设处 那就不是她的桃花园 而是她的湿乐园了 林文婉安排好调修的是 快要放学时 村口忽然来了一辆风尘仆仆的摇车 车上坐着位 看起来像个管事一样的人 族人一看到来人 就知道肯定是找林文婉的 除了她 林家庄不会有别的有钱人找过来 不过 为了安全起见 几个刚开着渔船回到码头的撞牢里 还是拦住了摇车 你们是哪里的人 找谁 有什么事 林孟博第一个上前询问 坐在摇车上的那中年人 头戴福头 身穿圆铃窄袖 一袭一袭很时髦的打扮 被一群肌肉发达的渔民拦了下来 脸上的胖肉微微一抖 笑着道 某乃是 禁令五金 消失黄旧房的一位管事 老陈 金主人得到消息 有外孙女临世晚晚流落乡野 特派我接回府里 林孟博几个文言 面面相觑 这是婉娘的外祖一家来接人了 怎么办 难道婉娘要离开了吗 大家都有点慌 谁都不想让婉娘离开 冷场离会后 林孟金才开口道 你有什么证据 说你是婉娘的外家 郎君说笑了 我有身份预牌可证明啊 老陈嘴角一抽 心里付菲不已 接一个乡下的小姑娘而已 当谁稀罕似的 要不是齐粮房的嫡支 特意送了一趟信 不仅告知了林婉婉的身份 还说林婉婉跟最近江南大伙的 启蒙好书三字经有关 他们根本就不在意 现在搞得自家主子 还要冒充亲戚一样 林孟博一拉林孟金 暗暗摇头 他们都认定了 林婉婉是林优司的女儿 那么她的外家 自然就是萧家了 这是没错的 没必要拦着人 平白替婉娘得罪了外家 万一林婉婉也愿意认亲呢 毕竟萧家是士族 若林婉婉外家亲戚健在的话 对她来说是件喜事 是她进入上流社会的机会 比留在他们穷乡僻壤的分支 自然好太多 他们不能为了一己之私 就拦着不让人相认 我们婉娘在族学 你自己过去找人吧 众人让开了路 老陈向众人微微点头 车夫就移动马江 继继续往前开了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请帮我分享一下吧 记得送月票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我在唐朝当岛爷 改编次起点中欧网 经他能穿梭时空 作者青竹林 演播雨淋淋 欢迎订阅 第八十一期 找族学很容易 在破落的小村庄里 联王丸所在的族学 是鹤立鸡群的存在 车夫都不用人指路 很容易就找上了门 此时孩子们手里 依然拿着一个肉蒸饼 踏着秋天的斜阳 像出笼的鸟儿一般 纷纷飞出了学堂大门 林铁柱几个机灵调皮的 很快就注意到了 摇车里的陌生人 警惕又好奇地围了上来 由孩子王林铁柱发问 你们是谁 来干什么 老陈刚被一群 彪悍的渔民拦了半天 又被熊孩子拦了 心情很是不好 没好气地说道 去去去 小孩子别管 你们这里是学堂啊 林铁柱很有大哥派头的 大马金刀拦在车前 大喝一声 不说来意 不许前进一步 要不然 掀了你的马车中海里 渔民的后代 飙悍的基因是刻骨髓里的 哪怕他才七岁 老陈气得头顶要冒烟了 但是他也不敢 拿孩子们怎么样 因为他看出来了 这村庄民风很彪悍 眼前的一群孩子 还穿得这样好 看起来 根本就不像是 穷人的孩子 到了别人的地头上 他自然只有夹着尾巴了 强龙还不压地头蛇呢 只好没好气地回 某事临时晚晚 外祖家的管事 林铁柱恍然大悟 小大人般点点头 然后又一推身边的小螃蟹 对他道 你去告诉林副子 有一个说是他外祖家的老奴来了 好 小螃蟹一溜烟就返回了学堂里 去找林婉婉通风报信了 老奴 老陈吐血 他今年明明就只有32岁好不好 正当年呢 这破孩子什么眼光 会不会说话 老陈是不会承认自己老的 只有田舍汉和粗使奴隶 才会因为常年劳作为老先衰 向他们消辅的管事 日子轻松 虽然也是奴 但底下另还有小奴伺候 活个五六十岁是很正常的 唐屋里的林婉婉 看到小螃蟹疯疯活活跑了进来 听了他说的消息后 震住了 这车马这么慢的年代 才几个月啊 他所谓的外祖家就找上门来了 真是奇怪了 罢了 来都来了 总要见一见 没一会儿 小螃蟹从西侧门跑出来 对着林铁柱等人挥手吆喝了一声 林铁柱便指挥着车夫 转弯绕过学堂的围墙 从林婉婉家的侧门进去 等看着人下了摇车走进院子里 这群孩子才纷纷坐鸟寿散 拿着自己的大蒸饼 回去跟家人们分享了 老陈一进到院子里 就被迎面扑来的琉璃木门震撼到了 等他眼珠子四下一转 看到四面紧挨着陈湘婷的琉璃房时 更是惊得目瞪口呆 这世上竟然真有龙王的水晶宫 老夫人的这外孙女说是流落乡野 可是怎么住的小楼比自家主子还气派 等老陈见到一身凌罗的林婉婉 安坐在垂床上摇看着他时 他更是不敢小觑了 所谓先进罗伊后进人 林婉婉通身的气场 比他们家的主子还强 要知道 他们家虽然也打着销饰黄旧房的牌子 但其实早就已经被分出来了 如今也就靠着祖上的一些地产铺子吃老本 子孙后背里还没有特别出息的 也没阴棺 最大的脸面就是他们的姓氏 老陈在廊下把腰弯成了九十度 长长地做了一个一 然后地上名次和礼物 道明来意 林婉婉看了李和李装着的三字一眼 脸色平静 暗自思索 晋陵五进 这不就是跟萧冲家一个地方吗 兰陵萧市南下长江后 就住在晋陵 看来自己的消息是从萧冲那边传出去的 也是 人家都认了自己是表妹了 虽然远房的不能再远 但到底是认下了 自然是要跟她外祖家通气的了 反正林婉婉对于自己的身份 采取坚默态度 由唐人自己调查脑补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请帮我分享一下吧 记得送月票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语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我在唐朝当岛爷》 改编次起点中欧网 经他能穿梭时空 作者青竹林 演播雨淋淋 欢迎订阅 第八十二集 想明白后 林婉婉懒懒懒道 原来我还有外祖母啊 你回去告诉我外祖母 我在林氏住得很好 并不想搬家 尽量太远我就不去了 我已经习惯了冒险的环境 从小在这里长大 怕去了别地水土不服 误会 小娘子 都怪某没说清楚啊 我们这一阵呢 如今已经分出来了 现在落户前塘县 离此地不远的 坐船一日的功夫也就到了 我小府接娘子的船 就停泊在望海镇东码头啊 我知道了 等孩子们放寒假了 我会亲自登门拜访外祖母的 滑农 带他们下去 找个厢房 让他们今日住下 老臣 老臣见词也不好多说什么 行了个插手礼就退下了 他看出来了 这位林氏娘子 很强势 是当家主母的做派 娘亲 你要出远南吗 在边上玩的小清玉 开口问道 是啊 等学堂里放寒假的时候 娘亲就带你去前堂玩一阵子 怎么样 那里有很美的西湖哦 就是白娘子在的西湖吗 是啊 关于白蛇传的事情 他早就当成睡前故事 给小清玉讲过 小家伙对白娘子的喜欢 要超过了白雪公主 不过 西湖边现在还没见雷锋塔 小家伙是看不到了 等老臣被带下去后不久 林组长得到消息 和林孟博等人一起过来串门 顺便也是打探打探林王婉的意思 虽然不会拦着林王婉 但如果她能选择留下来 他们自然开心 林王婉很快就弄明白了 他们的担忧 笑着道 我姓林 自然是要留在林家的 请有去外家接触的道理 林王婉又不是林黛玉 要考虑教育和婚姻前途的事 对她来说 有一个侯涛林氏就够了 何况 她也不是林优思和萧氏真正的女儿啊 只是顺水推舟的身份而已 不过 人家既然找上了门 那拜访一下也并非不可 正好可以见识一下大唐士族之家 增长一点知识 这可是活生生的历史啊 第二日 林王婉给所谓的外家准备了一套玻璃器皿 当作是回礼 让老陈带了回去 在此之前 她还向老陈问清楚了外祖家的主要人员 这是之后她自己上门时需要应酬的人 知己知彼才能从容不破 除此之外 她还给萧冲送了一些水果 并一封道谢函 收到信函的萧冲一脸诧异 但很快便明白过来 虽然消息并非她传递的 但绝对是因为她扯上了关系才会露出去 萧氏庞大 盯着她的人自然也不会少 收起信函 萧冲抬眼在书房挂着的字画上看了一会儿 挑出一幅收起来装好 写了回信 吩咐书其道 给我灵氏表妹送去陪礼 狼君 这可是你最爱的话 这 你如今的事做得越发好了 小得多言了 狼君恕罪 去吧 你亲自去 诺 老陈离开后 林王婉就拿着古琴 一边娇小清玉 一边抚琴自娱 萧冲把高山流水的古曲谱抄给了她 她如今一有空就自己练着玩 曲子很好 但只可惜她自己弹不出萧冲手底下的那股韵味 下次弄个摄像机 等萧冲弹的时候 我就悄悄记录下来 再时时跟弹 林王婉暗暗想到 这么动听的琴声 时时听一听也是一种享受啊 她不经她同意乱传消息 那她偷拍她 也不必有心理负担 一日 便是和陈锦鱼约定的时间 林王婉在天还未完全亮的时候 就坐上了轻便的摇车准备走了 她吩咐滑农 等隔壁的小螃蟹和大鸭醒了 就立刻喊来 让他们跟小清玉一起吃早饭 顺便一起玩 小清玉已经习惯了林王婉的外出 虽然很舍不得 但还是站在台阶上 送林王婉出门了 娘亲 你要早点回来哦 好的 林王婉跟小清玉白白手 放下围帽的纱莲走了 林王婉本以为自己能悄无声息地离开的 但小家伙竟然很敏感 跟她一起醒了过来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请帮我分享一下吧 记得送月票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我在唐朝当岛爷 改编寺起点中欧网 经他能穿梭时空 作者青竹林 演播雨淋淋 欢迎订阅 马车驶出村庄几里路后 经过一片茂密的竹林 林王婉拍了拍昆仑的肩膀 示意她往山道走 昆仑二话不说就掉转了码头 一直走到没有适合马车的山道时 林王婉轻盈地跳下车 对昆仑做了个让她隐蔽的手势 然后独自一人往山林去了 昆仑有些担忧地望着她的背影 但到底不会违背她的意思 回到现代 林王婉看了下手机 发现里面有很多陈锦鱼的信息了 她换下古装 摘下时空拙 锁进她特意买的 打进柜子里的保险柜内 然后穿上轻便的运动服 喊了网约车 往东部新城的国际时代广场感 卡地亚的新品秀 就在国际时代广场举办 那广场里面硕士品云集 走的是高端路线 等林王婉到时 陈锦鱼已经等在外面 王婉 在这里 林王婉笑着朝她走去 扬了扬手机 我没迟到哦 没没没 然后上下打亮了林王婉一眼 伸手往她脸上摸了一把 笑嘻嘻地说 你最近用什么护肤品啊 怎么皮肤都感觉好得发光了 就那几样老牌子 其实林王婉也能感觉到 自己身体素质在变好 不仅仅是力量上的 还有方方面面 骨骼 肌肉 皮肤 整体的状态都提升了 可能是穿越时空门 带来的变化 到了广场的卫生间 换上陈锦鱼提供的晚礼服 林王婉对着镜子 快速打开化妆包 给自己化了个妆 因为林王婉的底子好 涂个粉底就够了 不用遮瑕修容什么的各种涂 而且她睫毛够长够浓密 只要简单烫翘 刷个睫毛膏 再涂上大创的睫毛雨衣 就搞定了妆容 陈锦鱼和其他几个 她找的理膜 都坐在里面补着妆 女孩子们叽叽喳喳地感叹 这时代广场的卫生间 弄得跟星级化妆间似的 还有专门的洗漱化妆区 完全都可以出片呢 化完妆的林王婉 转过身 眼光四射 陈锦鱼的眼里闪过了惊艳 忍不住夸道 娃娃 你真是天生的小妖精 我看了都心动 林王婉回忆客气地笑 你也是一样 其他的女孩子 也都投来了 羡慕极度的目光 他们都知道 今晚的林王婉 就是那个可以站在 萧俊宁身边 由对方亲手戴上 全套首饰的幸运儿 如果运气够好的话 搭着萧俊宁的流量 甚至直接进入娱乐圈 也不是没有可能 即便进不去 也能当个小网红 提高不少活动的身价 娃娃 你今晚可注意一下 你身上这件礼服 是真正的SV礼服 卡蒂亚的人提供的 为了搭配他们的珠宝 听说要好几十万一条呢 可别磕了碰了 咱们赔不起的 知道了 放心 奢侈品展 没什么好说的 即便这是林王婉 第一次参加 这么高端的秀 她也不在意 别说她本来 就没有追星的兴趣 也一向觉得奢侈品是智商税 就是现在 只要她想就能套出很多现金 她也没有想要买的意思 林王婉的出现 令主办方的负责人极为满意 要知道 想找个配得上肖俊宁的模特 也不容易 不能是专业的模特 否则那身高穿上高跟鞋 就跟肖俊宁一样了 不和谐 也不能是小明星 咖位不配 会被蹭流量和闹绯闻 必须要找个既有神言 又没有知名度的素人 这可太难了 有神言的人 谁不消间脑袋 往娱乐圈钻呢 圈内有名又有利 谁不想来分一杯羹 永城这地方 影视氛围不浓 不像超一线大城市里 挤满了娱乐公司和明星 因此林婉婉 倒还真没遇到过 什么影视界的伯乐 她的名气 也就仅限于 永城礼仪圈和校园内了 相比林婉婉的淡定 陈锦鱼的紧张 还有剩下的礼仪和模特 都十分激动 这一次的卡地亚活动 几乎请来了 大半个娱乐圈里的 当红明星 前两排的VIP区 做满了电视电影 或综艺上 经常会出现的熟悉面孔 这些明星深厚 有财力的粉丝 也进来不少 其中 也会以萧俊宁为罪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请帮我分享一下吧 记得送月票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我在唐朝当岛爷》 改编自起点中欧网 经他能穿梭时空 作者青竹林 演播雨淋淋 欢迎订阅 第八十四期 在铺天盖地的尖叫声中 林婉婉款款上台 向萧俊宁走去 配合她进行最后的 压轴表演 萧俊宁是通过一部 偶像剧走红的 属于一夜爆红 今年又接拍了一部古装剧 更是爆出了圈 直接成为亚洲顶流 国民度爆表 但其实比起拍戏 她更擅长的是舞台表演 只是国内的爱豆市场 并不成熟 乐坛也不景气 所以才导致所有的人 都挤进了影视圈 论演技 萧俊宁不算什么 可论唱跳的舞台实力 她绝对是top级别 也因此 萧俊宁压轴的一首唱跳 有多然可想而知 既有顶流的人气 又有爱豆的舞台实力 不强才怪 刚刚表演完的萧俊宁 还有些喘息 结果李仪小姐手里的 珠宝套装时 眼睛里似乎还阴晕着雾气 林婉婉安安静静地露着标准的 对境练习过的笑容 等待萧俊宁将皇冠和项链 以及手镯 带到她的身上 萧俊宁是属于高冷卦的男艺人 一旦安静下来 就有一种与周围的喧嚣 格格不入的金贵之感 粉丝和观众们爱惨了她这个调调 她的视线扫过林婉婉的脸 与她不经意间的目光碰撞 深邃莫名 林婉婉心里 划过一丝怪异的感觉 这人 怎么感觉有点眼熟呢 仅仅一秒后 林婉婉便移开了视线 仍然保持着完美的训练过的笑容 看向舞台正下方的VIP座 结果 竟然在C位 看到一位熟人 路守约 对方的脸上 此刻正擒着一抹 似笑非笑的表情 显然 她早就看到了林婉婉 见林婉婉 终于跟她对上了视线 她轻轻举了下手 算是打过招呼 身旁的萧俊宁 在帮林婉婉 带好珠宝套装后 忽然又出乎剧本之外地 牵起了她的手 在绕场的红地毯上 走了一圈 尖叫声响得 都快把屋顶掀了 林婉婉脸上 波澜不惊的笑容 险些僵调 不明白萧俊宁搞什么鬼 但她还是配合地走完了全场 然后便微微一低头 退到后台 瞬间 好几个保镖围了上来 把她带到了后面模特们的化妆间 这群保镖 可不是保护林婉婉 而是保护她身上带的这套 估计价值几百上千万的珠宝 化妆间里的职业模特们 已经完成了秀场表演 此时正坐着休息 健身高不足一米气的林婉婉进来 个个都拿眼角的余光撇着她 神经全方位戒备 说实话 这里的职业模特就没有一个福气的 林婉婉一个什么都不懂的 小小业余礼模罢了 台步都不会走 脸也是胶原蛋白充盈的网红脸 一点都不高级 竟然能抢走她们的机会 成为压轴珠宝的展示模特 真是气死人 不专业压倒了专业 让人十分郁闷 而林婉婉完全没有感受到 化妆间里的低气压 在保镖们锐利的目光之下 她缓缓摘下刚戴上的 皇冠、项链和手镯 放进其中几位 黑衣保镖手里拿着的包装盒里 就在这时 化妆室的门被推开 走进了一个人 是萧俊宁的经纪人杨超南 林婉婉也是今晚才认识的 林小姐 原来你在这儿 对方笑着打了声招呼 扫一眼屋内的其他人 没有避讳地直接说道 我看林小姐条件很好 不知道有没有兴趣进娱乐圈 愿意的话 我们相谈一下 此言一出 林婉婉倒没有多大感觉 但化妆室原本作者的 其他女孩子 全都竖起了耳朵 拉长了眼睛 谢谢 我没有兴趣 林婉婉淡笑拒绝 杨超南似乎没料到 会被拒绝 在她看来 既然是会当模特 参加这个活动的女孩子 那必然是对娱乐圈 有兴趣的 而她们松本一月 在国内的娱乐圈 绝对是数一数二 她愣了一下 随后又笑道 那没关系 你可以再考虑考虑 方便的话 留个联系方式吧 没必要吧 我真不想入娱乐圈 这是我的名片 如果你改变主意了 联系我 杨超南硬是给她塞了一张名片 其实今晚 已经不止一个经纪人 给林婉婉发名片了 但她的确兴志寥寥 若是几个月前 在林婉婉刚失业 又即将失去 外公外婆小别墅的时候 她或许会考虑一下 可现在 她一个可以穿梭石坑的人 为什么要活在聚光灯下 给自己找不痛快 不过 人家地名片了 出于礼貌 她总还是要接的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请帮我分享一下吧 记得送月票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我在唐朝当岛爷》 改编次起点中欧网 经她能穿梭时空 作者青竹林 演播雨淋淋 欢迎订阅 第八十五集 不想进娱乐圈来这里干嘛 杨昌南走后 化妆间的角落里 忽然响起了一道 鄙夷的声音 林婉婉的身体 经过时空门的进化 六十均很敏感 自然是听到了 当即说 这与你无关 哼 林婉婉不再理会那只酸柠檬 偏头问旁边另一位 高颧骨高级脸的女孩子 你好 请问现在几点了呀 是不是可以散场了 女孩子掏出手机看了一眼 九点五十 萧俊宁是压轴上的 她表演完就是收尾的工作了 你要走是可以走 对了 你是跟哪个人来的 我看你的身高 不是专业模特吧 不是 我只是兼职 哦 你鼻子好挺啊 在哪做的 这医生技术真好啊 都看不出痕迹 太自然了 林婉婉笑着摸了摸自己的鼻子 说道 韩国 真的假的呀 那群模特瞬间开口反问 看看 明明是自己问的 哪里做的整容 林婉婉顺势回答了 他们却又都不信了 他不想再继续在这个化妆间待下去了 里面酸柠檬的味道太能了 他过敏 我走了 刚刚打扰了 你们自便 林婉婉笑着道了声再见 然后打开化妆室的门 去找陈俭瑜了 林婉婉的手机 刚刚在上台前让对方帮忙拿着 现在 他去找她拿回来 顺便换回自己的衣服 准备撤了 陈俭瑜早就在时代广场的卫生间门口 等着林婉婉了 他们这群野鹿子的李模 在绣场里是没有专属化妆间的 只能在广场里的卫生间凑合 好在这时代广场的卫生间 弄得跟星级酒店似的 在林婉婉看来 卫生间的许术室 要比刚刚秀场里为模特们隔出来的化妆间还高端 唯一缺的就是贴满了化妆灯的化妆镜而已 娃娃 你刚刚真的太美了 天哪 你还和萧俊宁牵手 怎么样 不惜此行吧 我看你今天可以不洗手直接睡觉了 是啊是啊 太羡慕了 是萧俊宁爱 陈锦鱼和他身边的女孩子 七嘴八舌激动地说着 林婉婉失像 我又不真相 有什么好激动的 我吃亏了好不 剧本里可没有这一条 拜托 他可是萧俊宁哎 对了 萧俊宁也是永成人 婉婉 你还可以跟人家放眼交流 就在台上的时候碰了一面 全程无对话 你们都看到了 好了 我要去换衣服走了 都困了 别呀 今天难得聚一起啊 我们几个女孩子一起去吃一顿夜宵怎么样 我请客 我知道老外滩那里有一家新开的敬巴 里面的住场歌手可帅了 而且他们家还卖烤串 一边撸串一边看夜景 一边听帅哥唱歌 太赞了 算了吧 我真的有些累了 你们去玩就好 别啊别啊 一起去嘛 女孩子们都劝了几句 但林婉婉一直坚定 赚完钱就想走 只是在寻找自己装着衣服和化妆包的袋子时 林婉婉懵了 她的袋子竟然不翼而飞 明明他们一群女孩子的包都是放在秀场后台的同一个柜子里的呀 为什么她的包丢了 陈锦鱼也挺着急 她还要等林婉婉把礼服换下来去还给主办方呢 这不会是谁拿错了吧 你里面就一套杂牌运动服也不值钱呀 怎么就丢了呢 林婉婉叹气 看来我只好先把礼服穿回去了 明天再还好吗 你去问问负责人 陈锦鱼眉头微醋 不然我去商场里看看 给你买一件替换吧 林婉婉按料手机给她看时间 十点十分了 除了这秀场 其他店铺早就关门了 不然我自己就去买了 何需要你啊 那好吧 没办法了 陈锦鱼其实很想说 要不然就穿她的衣服 反正她身上的这件礼服也不值钱 是淘宝买了几百块钱的货 但面对林婉婉光彩照人的模样 她又不好意思说出口 弄得好像她不信任她似的 就在陈锦鱼打算 硬着头皮去找负责人时 林婉婉婉婉着她说 我们一起去说 好吧 陈锦鱼也不反对 最好负责人看林婉婉 这么漂亮的份上 主动不为难她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请帮我分享一下吧 记得送月票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我在唐朝当岛爷 改编次起点中欧网 经他能穿梭时空 作者青竹铃 演播雨淋淋 欢迎订阅 第八十六集 你的手机好像在震动 林婉婉拿起手机一看 是陆守约的电话 她接了起来 陆老师 真巧啊 是啊 好巧 想不到婉婉 你还在当模特 卡蒂亚能请到你 可真是蓬皮生辉了 我只是个身价 不足两千的小模特而已 韩想两句后 陆守约问 很晚了 你没车的 我 送你 林婉婉不想麻烦人 随口说道 不用了 我喊了网约车 很方便的 那可不一定 现在这个时间 出秀场的人 有多少 你猜一猜 很多人之前 在演习上喝了酒 开不了车 都要打车 林婉婉一响 也是 好 那就麻烦陆老师了 一会儿 订下车后联系 收了电话后 陈锦鱼八卦地 撞着她肩膀一下 什么陆老师啊 有情况啊 对面的男人 听起来声音好酥哦 肯定是个帅哥啊 你福尔摩斯嘛 帅不帅 听声音都能 分辨得出来 不过我们没有情况 以她的学历和职业来说 她年纪应该不小 估计有三十了 大我很多的 咸 三十算什么 男人三十才有味道呢 陈锦鱼看似 很懂地评价了一句 林婉婉笑笑 没有接话 很快 两人在混乱的现场 找到了这场秀的 服装负责人 陈锦鱼直接说明了来意 只见对方眉头 加得比山还高 一副趾高气扬的模样 自己的衣服弄掉了 要把这SV礼服穿回去 有没有搞错 你们知道这礼服 多少钱一件吗 真是什么事都该想 真不好意思 可衣服确实是找不到了 没法换下来啊 那负责人上下打亮了林婉婉一眼 本要说出更难听的话 但又憋回去了 林婉婉的美 值得她分出一丢丢的尊重 拥有这种相貌的人 就等于拥有了上流社会的敲门砖 难说什么时候就出人头地了 她叹了口气 唉 不是我为难你们 我也很难做 我明天一大早的飞机 衣服要全部带走的 现在你们穿走了 到时候明天我不好找你们啊 你自己带来的礼服呢 给这位小姐穿一下 不就好了 陈锦鱼看向林婉婉 显然也是这个意思 林婉婉当即当 也对啊 都忘了你那边还有礼服的 那我去换了 婉婉 原来你在这儿 就在这时 林婉婉身后传来一道熟悉的声音 是陆守约到了 林婉婉准头看向她 陆老师 正好 不用去停这场碰头了 一起下去吧 呀 是陆守啊 那负责人一看到陆守约 马上就扬起灿烂异常的笑容 从林婉婉和陈锦鱼两人中间穿过 伸着双手去跟陆守约握手打招呼 陆守约亦很有礼貌地 与对方握了手 发生什么事了 那负责人就笑呵呵地说了一遍 然后又对林婉婉说 原来你认识陆守啊 那就没关系了 叫陆守的面子 衣服隔几天再寄给我也可以的 我会向品牌方解释的 同时她又在心里 暗暗为自己的判断骄傲 看看 她就知道这美女不是省油的灯 连陆家公子都能搭上 幸亏刚刚流了一线 没得罪 陆守约这才知道 林婉婉身上的这件碗礼服是借来的 当即笑道 小事而已 我打声招呼 林婉婉连忙出声拦住 不必了 我换一下就好了 那负责人也是赶紧表态 没关系没关系 这位小姐尽管穿回去 过几天给我就行 陆守约晃了晃手机 电话已经通了 好了 这礼服我已经定下来了 就算我送你的好了 本来我也还欠着你的礼 好吧 那就确实不公了 大不了 下次卖古琴给陆守约的时候 少收一些钱 陈锦鱼见林婉婉这么随意的 就收下眼前这位大帅哥送的东西 一脸的意味深长 还说没情况 怎么可能 几十万一件的SV礼服呢 又不是淘宝A货 眼睛都不眨的就收下了 看不出啊 毕业短短一年多 这底气完全不一样了呀 林婉婉可不是什么富二代白富美 这一点陈锦鱼是很明白的 如果是白富美 又怎么可能大冬天 为了一早上五十元的礼仪费 穿单薄的旗袍 在钱彩礼上打工呢 礼仪在名气没打出去之前 工钱很低 活也是很辛苦的 大学里多的是漂亮 小学妹可选 再低的价都有人接 林婉婉也不解释 因为陈锦鱼说了 他们还要去聚会 两人就分开了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请帮我分享一下吧 记得送月票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我在唐朝当岛爷》 改编次起点中欧网 经它能穿梭时空 作者青竹铃 演播雨淋淋 欢迎订阅 往地下车库 停车的车走时 林婉婉忽然看到 边上一个垃圾桶上 堆着的袋子 有点眼熟 怎么了 陆首约顺着她的目光 看向垃圾桶 没事 等我下 林婉婉快步走到垃圾桶旁 探头一看 脑袋轰然一震 这袋子不是她的 又是谁的呢 她的运动服和化妆包 此刻都静静地 躺在垃圾桶里呢 哼 林婉婉冷笑了一声 简直无语了 这是你的衣服 陆首约和其聪明 一看就明白了 嗯 不知道撞了 哪只刘斋里 跑出来的鬼 林婉婉吐槽了一句 化妆包和衣服 自然是不能要了 当即转身走开 陆首约说道 对方能在这么 混乱的后台 精准找到你的袋子 定然是认识你的人了 说完又感叹了一句 哎呀 美女不易当啊 娱乐圈的美女 更不易 像你这样的 太容易引来 器养和嫉妒了 找到车 安全入座 林婉婉 记好安全带后 说道 我可不是娱乐圈的人 只是玩打个工 赚点零花钱 陆首约挑眉 一个能一口气 拿出六支 唐朝瓷瓶 又送得出年份 约在唐代的 和田玉镇纸 手里还有一把 堪比博物馆 镇馆之宝的 交为古琴 居然还需要打零工 赚零花钱 这又是什么 富二代体验生活的 新招数吗 往林婉婉 住的小区开始 陆首约问 你想到扔你衣服的人了吗 有没有线索 林婉婉一手 撑在窗玻璃上 望着夜景 随口道 亲我穿这套衣服的人 不超过十个 都是我朋友 叫来的礼仪 应该是他们 中其中的一个吧 但我也不知道是谁 大家只是因为活动 而临时凑在一起 说认识都牵强 这个社会信息 这么发达 做了坏事 很难遁形的 我让保安查下监控 明天就能告诉你是谁 下次 你也可以对这种人 提防这些 会不会太麻烦你啊 查监控不容易吧 放心吧 一点人情都不用搭 很容易 自家公司的广场 拿监控自然轻而易举 林婉婉片头 看向陆首约 那就歇了 陆老师 你可真是神通广大呀 什么都能办到 对了 今天你怎么也来看秀啊 我看好像还是坐在C位 跟卡地亚的外国负责人 一起呢 一点商业上的合作 接着他岔开话题 你想要入圈吗 最近有个发小的娱乐圈 感兴趣 想往里投资 喊我一起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 不妨加入我们的公司啊 别看我们公司刚成立 资源应该也不会差的 至少时尚这块不愁 你是今天第七个 邀请我的了 我可真荣幸 看来入行也不难嘛 对别人难 对你当然不难 倾国倾城的美貌 就是这一行的枪门砖 多谢夸奖 不过 我对娱乐圈 真没兴趣 去光灯下的生活 不适合我 两人正聊着 林婉婉的手机忽然响了起来 她拿出来一看 是陈锦鱼 奇怪了 对方这时候 应该在跟小姐妹们 在老外滩的敬巴市外 看着江景吹着风 撸着考串听着歌呀 找她干嘛 林婉婉接起来 放在耳边一听 对面却全是嘈杂的声音 还有一些女孩子的哭声 和男人粗鲁的喝骂声 启约 怎么了 你们那发生什么事了 对面没有回应 过了一会儿 砰的一声传来 电话断了 林婉婉猝眉 感觉到应该是出事了 还没开口 陆守约已经问了 怎么了 林婉婉的脸色有些凝重 对陆守约说 陆老师 麻烦你倒回去吧 把我送到老外滩 我有点事情 陆守约也没多问 只淡然道 好 说完就在前面的 红绿灯路口处 调转车头 往回开了 一路再无话 因为林婉婉心里有了担心 便没有闲聊的兴趣了 她后来一直拨 陈锦鱼的电话 却再也没有人接听 到了地方 林婉婉直接让陆守约 在路边停车 她先下车了 陆老师 你回去吧 谢谢你送我 我来这里找我朋友 陆守约可不大放心 大晚上的让林婉婉这么一个 穿着晚礼服的大美女 独自夜行 透过窗户说道 我陪你一起 你等我停车吧 前面就是外滩停车场 不用了 说完 林婉婉就转头 往老外滩里面跑 高跟鞋穿着 毫不影响她的速度 大学四年的礼仪兼职生涯 早就把她锻炼出了 穿高跟鞋的能力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请帮我分享一下吧 记得送月票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我在唐朝当岛爷 改编次起点中欧网 经他能穿梭时空 作者青竹林 演播雨淋淋 欢迎订阅 老外滩这一片区域 以酒吧和餐饮居多 都是人行道 车是开不进的 因为不知道 陈锦鱼他们是在哪家敬巴 林婉婉只能一边跑 一边找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 那间敬巴是林江的店 要不然陈锦鱼他们 也没办法一边看江景 一边听音乐 所以他就指望林江 这一排店面掌 并不难掌 或者可以说 太容易发现了 因为那边的喧闹 实在不同寻常 把两边其他店的客人 都吓跑了 那里在斗殴 不知为何 林婉婉有一种 很不好的预感 心弦瞬间崩了起来 果然 走得近了 他发现全宿在地上 被几个男人 拳打脚踢的女人 竟然就是陈锦鱼 此时的他狼狈异常 鼻青脸肿 气体连连 浑身都是血 地上也都是血 林婉婉脑袋里 绷着的弦 钉一下断了 二话不说 就踢腿上前 把那个正用脚 踩着陈锦鱼脸颊的 壮硕土肥油腻 难踢了出去 砰一下 那土肥男庞大的身躯 直接撞翻了 后面的桌子 桌上的小食饮料 纷纷倒在他身上 瞬间一片狼藉 只这一下子 林婉婉就把现场 所有打人者的仇恨 拉了过来 臭娘们打死你 打红了眼的几个男女 拿凳子的拿凳子 拿酒瓶的拿酒瓶 一拥而上 边上的人 早就被他们的 狠力给吓坏了 全都躲得远远的 看着林婉婉的模样 觉得很不忍 然而 并没有一个人 敢上前相助 十几个人 一下子就把林婉婉 围了起来招呼 林婉婉本身 就一直在练散打 如今又经过 时空门的全面强化 她的骨骼硬度 和肌肉强度 远非寻常人可比 虽然冲上来的一群人 个个都是一米八左右 满脑肥肠的彪悍模样 但他们在林婉婉的手底下 连一招都撑不住 林婉婉打出去的拳 起码有上千斤中的力量 踢出去的腿 也是一样的上千斤的力 这么大的力量 再加上散打招数 杀伤力顿时倍增 就像是一头猛虎 冲进了猪裙 只听咔嚓咔嚓的树声 令人牙酸的骨头断裂声响起 那些刚刚还不可一世的土肥男 已经跌倒在地 骨刺肉穿 鲜血横流 哀嚎不止 这几个人 有些手弯的不正常 有些脚弯的不正常 一看就知道 都骨折了 剩下三个纹身女 看着犹如地狱使者般 一袭黑裙的林婉婉 吓得倒退了三步 扔掉手中的酒瓶和凳子 脸色辣白 只见他们哆嗦着说 大人犯法 大人犯法 黑色的裙 艳红的血 雪白的肌肤 在惨淡的白赤灯下 散发着冰冷的光 一瞬间 在场的所有人都感觉 寒气冒顶 这女人 是人是先还是鬼呀 停车场满了 路手约干脆把车 直接停在满路上 推开车门 边跑边解开衬衫的扣子 等看到林婉婉时 见到的 就是她大杀四方的一幕 说实话 一对十 她应该也能做到 毕竟小时候 差点被绑架的她 后来每年假期 都被外公 扔进军营里操练 她还跟武学大师 学过功夫 可这林婉婉 一个看起来 明明雷若可期的 林黛玉一般的 古典大美女 竟然也有这样的战斗力 这真是太洒了 在这一刻 陆索约很清晰地感觉到 自己是真的心动了 而不是之前单纯的 见色起义 此时警察也跑过来了 看着倒了一地的男人 和哭泣不止的女人 警察有点懵 不是有人报警说 有女人被一群男人打吗 怎么现在倒在地上 凄惨无比的男人 比女人还多 还有 背着灯光那个 后背的衣服 全被扯破 身上都是写的大美人 又是谁 为什么看起来 像是个降临人间的鬼仙 皮肤白到发光 在这样的场景下 怪瘆人的 陆索约反应了过来 立刻脱下自己的西装 快步跑上前 一把劈在林婉婉的身上 关心道 你怎么样 有没有受伤 痛不痛 林婉婉转头 看了她一眼 摇摇头 我没事 然后她一脚踢开 前面躺在地上哀嚎的 爱是的土肥男 来到陈锦鱼的身边 蹲下来 扶着她 锦鱼 你还好吗 陈锦鱼已经被打蒙了 这时才认出林婉婉来 一下子就扑到她怀里 撕声痛哭 哇哇 好痛啊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请帮我分享一下吧 记得送月票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我在唐朝当岛爷 改编次起点中欧网 经她能穿梭时空 作者青竹鱼 演播雨淋淋 欢迎订阅 第八十九集 在林婉婉安慰陈锦鱼的时候 陆首约在打着电话 清巴的老板 以及旁边店里躲着的群众 在跟警察说着刚刚的事 不一会儿 有片警跟着老板进去拷贝监控 还有人叫了120 剩下三个女的被编上群众指认 是跟打人者一起的 便被警察靠着带走了 三个女的也没反抗 比起凶神恶煞的林婉婉 警察可温柔太多了 陆首约收起电话后不久 在场一位警察的手机响了起来 说了几句话后 警察挂了电话 潮高的过分的白衬衫男人 看了一眼 吩咐道 小刘 小黄 你们跟10的车 先给这群渣子 治一只伤 哪位目击者 能跟我们回去录个证词 有位被男朋友抱在怀里的 蓝衣女孩 高声回荡 我去 警察叔叔 我看到所有经过了 他们那群人无辜打人 我也去 又有好几个女孩子站了出来 警察便把他们都带走了 至于林婉婉 则跟着陈锦鱼等人去了医院 交费什么的 都是陆首约帮忙跑 林婉婉则在急诊室外 焦急地等待 没多久 受伤叫轻的两个女孩 先处理好伤口走了出来 林婉婉上前问他们 到底发生了什么 其中一个女孩 抹着眼泪说道 是小文的一个追求者 今天也恰好在 喝多了酒 非要强吻小文 小文不愿意 把她推倒了 她跳起来 就把小文一脚踹了出去 并且骂得很难听 陈姐第一个上去帮忙 结果 反被男人直接中摔了出去 然后跟她一桌的那群人 看到我们这边闹起来的动静 二话不说就上来打 我们五个女孩子 哪里是这种流氓的对手 都挨了打 但他们主要打陈杰和小文 小文还被砸了好几个啤酒瓶 打得最惨 他们真不是人啊 凭什么 凭什么这么打我们 我太害怕了 连婉婉听得很生气 追求不成就耍流氓 耍流氓不成又打人 太过分了 虽然她跟小文不熟 可陈简瑜算是她为数不多的朋友 对方一群人高马大的大老爷们 虽然对女孩重拳出击 这是欺负女孩子天生体力弱呀 今天若不是连婉婉练过散打 又因为时空门而力气大增 面对八个壮汉 她恐怕也要吃亏 在混乱中 她的胳膊上也被敲了一个啤酒瓶 现在都感觉刺痛 身上那件几十万的碗礼服 后背也被扯破了 一动就凉嗖嗖的 林婉婉陪着两个女孩 坐在医院的塑料凳上 安慰了一会儿 这时年轻的警察叔叔 过来找他们说话了 大概的录了个笔录 然后嘱咐他们 别对外瞎说 不要闹上网 两个女孩此时还都惊魂未定 根本没想过曝光的事 自然一口答应 至于林婉婉 更没有要闹上网的理由 这时候 陆手约回来了 你三个小姐妹伤得有点重 要住院 通知下家属 有他们家属的联系方式吗 林婉婉摇头 看向另外两个女孩子 他们也是摇头 大家都是做礼仪模特才聚在一起 对彼此的家庭情况 其实是不太了解的 比如林婉婉 她今天才是第一次 见到眼前的这两个女孩 而引起事端的小文 她也不过就是 与对方一起做过三次活动 见了几面而已 陆手约抬手 看了下时间 很晚了 不如我先送你回去 这里替他们请护工好了 你留着也没有多大用 林婉婉看了一眼 急诊手术室 我再等等结果吧 要没大事 我就回去 陆手约便在她的身旁 坐了下来 那我陪你一起等吧 林婉婉偏头看着她 不用 今晚够麻烦你了 陆老师 你先回去吧 这里是医院 那群人都躺倒了 不敢怎么样的 而且警察叔叔也在呢 有警察叔叔在 确实安全 不过 你的身手也令人刮目相看啊 你身上 到底还有多少秘密 林婉婉无心与她调侃 随意敷衍道 也就马马虎虎 主要是那些流氓身上的肥肉 都不是脊肉 虚的 陆手约笑了一声 很体贴地没再说话 只是安静地陪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也不知过了多久 急诊室有护士走了出来 林婉婉等人连忙站起来问情况 护士说 三个人都伤得有点厉害 要住院观察治疗 不过没有生命危险 你们要陪业吗 两个女孩对视了一眼 均摇了头 连婉婉也不太方便留下来 小清玉晚上是离不开她的 若是她不回去的话 小家伙又要哭了 医院的护工有吗 我想给我朋友请个护工帮忙照顾一下 我们就不留了 有 你来护士站 我给你联系方式 你自己联系吧 好 谢谢 这时陆守约站了起来 我已经联系好了 应该就是他们三个 走廊里走来三个壮硕的中年妇女 看打扮很像是护工 一问之下果然是 把三位伤者托给护工后 林婉婉和两个女孩子就都走了 陆守约很绅士地说 我来当个护花使者 都上我的车吧 林婉婉也没拒绝 陆老师 那麻烦你了 一出医院 林婉婉就摘下口罩扔了 常常吐出一口气 心里有点不舒服 先送了两个女孩回去 她们都不是永城本地人 住的是出租房 今晚遇到的事 显然让她们惊魂未定 送到小区门口后 竟然还吱吱呜呜地不敢下车 最后两个女孩子决定 今晚住在一起 于是一起下了车才赶回去 此时已经是后半夜了 折腾了这么久 林婉婉都是一点不累 毕竟对她来说 这相当于白天 大唐和现代 是有十个小时的时差的 但陆守约显然是有些累了 原本踢得光溜溜的下巴 都冒出些微轻轻的胡茶 到林婉婉小区门口时 林婉婉要下车 陆守约却坚持要把车开进去 送她到家门口 并且开玩笑道 放心 大半夜的 我不会上门的 只是现在太晚了 让我看着你进去吧 林婉婉只好接受了她的好意 开到别墅区时 陆守约说 原来你家住这里 这一片环境挺不错的 是啊 就是小区间的早 没有人车分流 我到了 这栋就是我家 下车前 林婉婉把西装脱下来还她 反正主要是后背破了 如今你到家门口 也无所谓了 露个背而已 今天太麻烦你了 之前你帮忙垫付的费用 空了发我 我先替我朋友还你 谢谢啊 不必这么客气 看着林婉婉进门后 陆守约才收回复杂的目光 开车走了 刚才只是随意扫了一下别墅外的环境 她就能断定 林婉婉是一个人住的 这么年轻的女孩 独自住别墅的可真不多见 她的家人呢 林婉婉回房 换上古装 打开保险柜 带好玉镯 然后又拿了几颗瑞士连巧克力球 拆了包装放在小瓷瓶里 接着便回到唐朝 很快就在林间找到守着的昆仑 昆仑 我们走 摇车驶入村口时 被堵在这儿的几辆马车挡住了去路 昆仑黑着脸 大有林婉婉一声令下 就把别人连人带马 掀到海里去的驾驶 前方何人 林婉婉扬声问了一句 看到她的摇车出现 组里在忙活的众人 纷纷放下手中的活 吆喝一声都迎了上来 干什么 你们干什么 为什么挡着我们林夫子的车 再不让开 把你们马车砸了信不信 林梦金一马当先地嚷着 那几辆马车慌忙地 连忙往前驶 让开道 车上的人不迭声地喊 误会误会 在下是阅兵楼的掌柜 林夫子 在下浩克莱的掌柜 在下是 这群人见乡野之民 露出了蛮横的凶象 当即慌得纷纷自爆家门 竟然都是各酒楼的掌柜 掌柜 掌柜来找我干嘛 林婉婉很是不解 不过很快 把这群人请进家门后 来以以说 林婉婉便搞懂了 原是前些日子 迎客楼新进大厨 忽然推出了一系列的精品面食 这蓬松香甜的各类蒸饼 胡饼 瞬间就把小溪镇所有吃货的目光 都吸引住了 也抢走了大家的生意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请帮我分享一下吧 记得送月票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我在唐朝当岛爷 改编自起点中欧网 经他能穿梭时空 作者青竹林 演播雨淋淋 欢迎订阅 第九十一期 作为竞争对手 大家自然要各显神通地打听这是怎么回事了 威逼利诱轮番上阵后 很快大家就顺藤摸瓜 摸到了林梦里的身上 然后又摸到了林家庄 而在望海镇客栈里 把剩下的面前一口气全卖给善心容的林梦里 还在沾沾自喜呢 自己以每瓶二百文的价格 把林梦梦交给她的面前都卖光了 她还想着 月末了回去跟林梦梦报喜呢 可她万万没想到 几天后 就接二连三地有人来找她买面前了 这些面前现在如果还在她手里 恐怕要翻个背卖出去 也还是会有人抢着要的 就这样 弄得她都没脸回村见林梦梦了 可以除去面食里的酸味 提升面食口感 这么一方可太受欢迎了 瞬间就风敏了整个小溪镇的上流阶层 那些富户们 现在都盯着迎客楼的善心容 令其身价倍增 每日里只有少量灵脉的份 其他全都被大户人家订走了 完全供不应求 善心容也是摇身一变 成了炙手可热的大厨 虽然蒸饼不是什么大菜 可够新鲜够美味啊 在其他菜肴都差不多的情况下 食客们自然愿意去选 拥有白云蒸饼的迎客楼 各大掌柜跟着林婉婉进了院子里 先是被玻璃花房震了一下 又被沉香亭震了一下 然后脸上的笑容 立时热切了三分 一起赶过来的还有林组长 林梦金 林梦博等几个族人 大家都站在林婉婉的身后 一个个身材魁梧 面露凶相 威慑着来人 生怕她吃了亏 酒楼的掌柜 林氏一族偶尔也会打交道的 经常被坑 根本就不待见这种人 在他们心里 酒楼的人坑穷苦愚民 拿命搏来的愚货 都该打杀 林婉婉片头 对林组长省了眨眼睛 组长说 他们说的就是我们村里的 嫂子和婶子们做的蒸饼糕点吧 林组长愣了一下 他们说的难道不是那什么面检配方 但很快他就反应了过来 对对对对 几个掌柜面面相去 直到遇到对手了 接下来就是以林组长为首的谈判 林婉婉只偶尔插口一两句 那些掌柜的没想到 这穷山村的人变得这么难缠 果然有着一位老神仙的后人帮衬了 就是不一样 隐居的隐士看起来是归隐相隐 但他们可不是农民阶级 而是士族阶级 林婉婉既是侯涛林氏嫡系 又由隐士高人养大 自然在旁人眼里也不是等闲之辈 看着林家的琉璃花房和琉璃门窗 掌柜的便明白 忽悠不了这群大老粗了 人家现在有主心骨 而且也不能用墙 这群掌柜背后都有大家族的影子 若今日有秘方的 只是落魄的侯涛林氏 他们根本不可能规规矩矩上门谈买卖 肥猪岂配与猛虎同席 越肥的肥猪猛虎吃起来越高兴 但知道了林王婉背后 还有萧氏这江南高兴 那又是另一种情况呢 都是士族 大家也不是不能合作共赢 对于等级森严的大唐社会来说 个人的力量太微不足的 再强也没什么了不起 甚至越强死得越快 利益阶级自然会共同把出头原字笑掉 会让人忌惮的始终都是个人背后的宗族之力 本来这群掌柜是想着买断林氏的秘方 没想到这里的田舍汉竟然只肯卖成品 用墙又忌惮林王婉背后的影视家族以及萧氏 恐得不偿失 最后只好捏着鼻子刃呢 当然 这也是利益还不够大 说来说去 不过一个面试 若今天林王婉弄出来的是玻璃酒精等等 那即便是她背后隐约有人 但只要猴桃林氏本身不强 这些人也还是会用血来试探一下池子深浅的 林王婉这里 已经由林组长出面 跟跑过来的几家酒楼都签订了合作契约 虽然林王婉很想让他们互相竞价 然后给出一个高价 但很显然 这群做惯了生意的掌柜也不是傻的 两败俱伤的事情当然不会做 在等待林王婉回来的时候 肯定互相商量过 最后给了一个蒸饼三文钱 一个肉蒸饼八文钱的价 每天每家供应一百个蒸饼 一百个肉蒸饼 来的一共是五间酒楼 也就是说 以后族里每天要产出五百个蒸饼 和五百个肉蒸饼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请帮我分享一下吧 记得送月票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我在唐朝当岛爷》 改编自起点中欧网 经他能穿梭时空 作者青竹林 演播雨淋淋 欢迎订阅 送走了几个掌柜后 把林族长乐的嘴角都翘了起来 今晚全族的人都可以睡个美滋滋的觉了 林家庄是打鱼为生 海上凶险 风雨难测 又有海贼 在海上混饭吃 必须共同作业 所以全族可以说是共产主义大集体 大家庭 一起劳动 再由族长按劳力强度分配劳动成果 如今跟五间大酒楼签的单子 也是以宗族为名 等于是全族的财富 大家自然都高兴 卖一旦三百七十文 磨成白面一斗五十文 以此做成本来算 一个加了面茧的蒸饼 就是两文钱的成本 卖三文 虽然只赚了一文 但也可以了 而肉蒸饼因为羊肉较贵 再怎么节省 成本也得五六文 但一个肉蒸饼能赚两三文 更值得 而且卖这种农妇产品 不算是经商 只能算是农民渔民对生活的补贴 朝廷是鼓励的 大唐社会虽然等级森严 但底层老百姓 能在吃穿用这一块上 发光发热 也是统治阶级喜闻乐见的 从林文婉家离开 林组长立刻召集 足理足廊和各青壮 开家庭会议 商量做蒸饼和肉蒸饼的事 做这种事的 肯定是家里的娘子 但没办法 总体来说 大唐仍是重男轻女的社会 所以开足会 自然是以男人为主了 这些林文婉就不管了 其实对于做生意 林文婉也不擅长 大家都是摸着石头过河 好在她有底气亏钱 反正无论怎么样 配方掌握在她的手里 她就是利于不败之地的 谈好生意等人散了 林文婉对着小青玉小螃蟹 以及大鸭三个小家伙 掏出了装着瑞士连巧克力的陶瓷盒 小家伙们 快来看看我带了什么好东西 掀开盖子 小青玉先开心地拍起手 脱口道 是巧克力 娘亲从镇上买的吗 是啦 巧克力 来 一人一颗 吃完刷牙漱口哦 林文婉给他们分配好 小青玉抬着小脑袋问 娘亲 那我明天还能吃一颗吗 林文婉点头 行 吃完切的刷牙就行 要不然 甜甜的东西会把你的牙齿都吃掉哦 小青玉重重地点头 嗯 我知道 小螃蟹和大鸭还没吃过巧克力 见都没见过 看着小青玉放进嘴里吃了 他们也小心翼翼地 伸出舌头舔了舔 然后露出笑容来 甜的 小青玉人小鬼大的 给他们俩解释 巧克力很好吃的 里面还有牛奶 细细绵绵 丝丝滑滑的 三个小家伙正吃着 林琴试走了进来 看到两个娃又在吃东西 不好意思地说道 你们俩又在姑姑家蹭吃蹭喝了 还不赶快回家 天黑了还不知道吗 林琴试笑着跟林琴试打了个招呼 他们是邻居 彼此很熟悉了 因此他也不起身相迎 就招呼林琴试一起过来吃颗巧克力 林琴试当然不愿贪吃 两个小家伙每天被林琴试抱着 来吃早饭和各种水果茶点 他已经够不好意思了 自己一个大人怎么还能来开游 林琴试见他坚持 真好罢了 其实林梦博送他的 远超过他回馈给他们的 只是这中间的信息差 他们自己不知道 但林琴试是记在心里的 小螃蟹和大鸭被林琴试喊走后 林琴试喊后 林琴试家的西侧门也就关了起来 夜间休息的时间到了 林琴试抱起小青玉上楼 享受属于他们母女的独处时光 在古代是其乐融融的温馨一刻 而在现代却是腥风血雨 林婉婉已经登上了两个热搜 最早的热搜是被萧俊宁带着上的 一度在微博上判上热搜第二位 话题为肖俊宁的眼里有光 这里面主要是因为带着肖俊宁 才有大流量 热搜的内容是不到十秒的视频 肖俊宁在给林婉婉带皇冠之时 望着她的眼神说不出的深情璀璨 令人浮想连篇 这样的热搜 路人自然是被林婉婉的美貌吸引 毕竟她的确角色清诚 不过除路人外 也引起了许多酸柠檬的攻击 因为肖俊宁的低龄粉丝特别多 战斗力强大 我家哥哥天生一双寒情眼 看根树桩子都是深情的 这女的侧流量不要脸 那些粉丝真的是又无聊又厉害 很快就人肉出 林婉婉曾在五百强外棋里 因为勾引上次不成 被迫辞职的事 给她泼了好大一盆污水 也因此上了一个中卫热搜 肖俊宁牵手的美女是管三 这个热搜 再加上前同事 以及当时男人前女友的爆料后 又被推上高位 算是把林婉婉捶死了 而此时的林婉婉 正在唐朝寂静的夜晚睡得香 完全不知道 现代已经风云变幻了 等她一觉醒来 天还很黑 应该是后半夜 因为担心陈锦鱼的情况 她又悄悄回到现代 拿起手机一看 下午一点多了 没有耽搁地喊了网约车 去医院看陈锦鱼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请帮我分享一下吧 记得送月票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我在唐朝当岛爷 改编次起点中欧网 经他能穿梭时空 作者青竹铃 演播雨淋淋 欢迎订阅 第九十三期 陈锦鱼的情况还是挺稳定的 虽然看着气气惨惨气气的 脸颊上缝了十多针 鼻青脸肿 但好在没有伤筋动骨 还是属于皮肉伤 脸上缝的也是美容针 另外两个女孩稍微严重些 肋骨被踢骨折了 不过也不算太严重 在司法鉴定中 也就是个轻微伤 相比起他们俩 那位小文惨多了 牙齿被打掉三颗 肋骨多根骨折 手臂骨折 鼻梁骨折 从脸颊到耳朵 缝了三十多针 警察已经来路过笔路 他们两个女孩子 被安排在同一个病房里 伤情最重的小文 还在动骨科手术 出来也不会跟他们 是一个病房 两个人情绪都很低落 心里严重受创 脸上缝了针 也许会留疤的阴影 笼罩在他们的头顶 压在病房里气压极低 林婉婉的到来 也没有令两人感觉安慰 他们当时已经被打蒙了 记忆出现了空白 根本还没意识到 是林婉婉救了他们 两个女孩都是外地的 父母已经在赶来的路上 林婉婉看陈锦鱼没有大碍 也就不再多打扰他们了 放下手里的水果栏就离开 走在医院里 林婉婉总感觉周围的人 都在偷拍她 令她很不舒服 最终她走到一个 看起来跟她差不多大的 女孩子身前 冷冷问 你在偷拍我 那女孩子不妨她会走过来 吓了一跳 但马上就反应过来 翻了一个白眼 骂了一句 小三狐狸精 骂完转头就快不走了 骂得凶 行为却怂 林婉婉皱眉 咱们这世上 总是有人给自己 按小三的名头 美女要承受的恶意 那么多吗 就在这时 手机微信上 收到了新的信息 她打开一看 是同小区高层区的 叶英发过来的信息 婉婉 你看热搜了吗 你真的 当包俊才的小三了 热搜 包俊才 什么跟什么呀 这种小人物 也能拉着自己上热搜 林婉婉搞不懂了 打开手机 下载了一个微博 找了一会儿 找到热搜榜 赫然瞧见了 还挂在上面那条 萧俊宁牵手的美女 是冠三 这可真是会抓住机会啊 趁着大流量的风 黑她 到时她小看了 小陈和包俊才了 竟然会跟她玩这一套 这样给小陈打质问的电话 林婉婉忽又停住了 不对 不会是他们 尤其是包俊才 她心知肚明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还要找不痛快呢 法利亚长老曾说 判断一件坏事是谁做的 就看最终得力的是谁 把她的名声搞臭 谁会得力 林婉婉想了好一会儿 也没想明白 爸 不管是谁在背后搞鬼 我只管澄清我的 就在林婉婉打算注册微博 发当初那些包俊才发过来的 暧昧骚扰微信截图时 电话突然响了起来 还是个陌生号码 她一接起来 就发现是什么什么媒体的 想采访她 当即就拒绝 并挂断电话 只是这一个电话之后 情况一发不可收拾 她的手机响个不停 连续接了五个电话 又四个是要求采访的 还有一个居然是骂她的 这可怕的信息测漏的世界 林婉婉已经算是 不玩公共平台的人了 什么微博 抖音 小粉书 她都没有账号 可信息泄漏还是这么快 被电话轰炸的她 都没办法打开打车软件了 最后 她只能把电话窗口撇一边 才打到网约车回了家 还好她收快递 一直都是寄到菜鸟驿站的 相当注重隐私 否则 她还真怕这群疯狂的人 顺着网线 摸到她家小区来 林婉婉很快就在电话轰炸之中 注册好了微博账号 然后把那些曾经保留的截图 写了条微博 统统发了出去 她的微博内容很简单 我是萧俊宁亲手的美女 是冠三的当事人 但绝对不是小三 只是个无辜的职场性 骚扰的受害者 为什么女性的处境那么难呢 我为了避开骚扰 甚至辞了职 可仍然没有被放过 事实胜于雄辩 截图为证 其实她写得挺有煽动性的 而且还卖惨 算是拿捏了网友的心 可问题是 在网络世界 她太不起眼 微博放出去 很快就石沉大海 没有认证过的账号 又是新号 根本没有流量 没有流量 等于没有关注 林婉婉马上给自己的微博 冲了个会员 总算有流量了 但信息太多了 她发的内容 仍然是石沉大海 正当她考虑 要不要买点水军时 她的微博忽然卡顿了 等她强制退出 再进入时 发现右下角的消息 竟有上万的信息 怎么回事 一下子就爆了 她点开一看 大部分都是支持她的留言 小部分还是口不择言骂她的 不过 事情反正已经解释 这个小三的污名 她肯定不背 对于内心说 为什么上次偏要给你发这种信息 是不是你给了人家什么暗示 等等脑残言论 她也懒得理会了 不予傻瓜论短长 她们习惯于把你拉低到跟她们一个智商水平 然后用充分的经验打败你 林婉婉直接关掉了微博 手机上的电话却更爆了 她都无语了 这么透明的世界 真是太没安全感 在一群电话之中 林婉婉的微信也响个不停 她微信好友其实不多 中学时代的人几乎一个都没家 没联系 中学她没有手机也不玩QQ 全心全意想着靠读书出人头地 因此没有什么朋友 大学也就室友和散打队几位队友 打开微信一看 有好几个人给她发来震惊的表情 搞得她一脸茫然 还是她初中时唯一的一位朋友古静宇 也是她当年的同桌 给她发的信息 让她搞明白了事情的原委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请帮我分享一下吧 记得送月票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语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我在唐朝当岛爷》 改编次起点中欧网 经他能穿梭时空 作者青竹林 演播雨淋淋 欢迎订阅 第九十四集 文文 今天一年看到你的三条热搜 心情就像过山车 真想不到最后是你的小谜弟 跳出来英雄救美 真霸气 直接会不爱特尼爱 什么意思啊 什么小谜弟啊 萧修宁啊 我们初中时的校草啊 你不记得了 怎么又跟萧俊宁扯上关系了 萧俊宁是我们的校友 难怪那天感觉萧俊宁有些眼熟 原来如此啊 说起来 萧俊宁确实是永城人 若曾经当过校友 也不奇怪 林文婉马上退出微信 百度了一下萧俊宁的信息 很快就看到了她的初中介绍 果然跟她的一样是七中 服了你 因为我还脱离社会 我们母乡那么大一个明星 你都不记得 人家今天还帮你 你去看看微博 现在网音的那条热搜 就明白了 林文婉从善如流地打开微博 扫一眼热搜 热衣上挂着的是 萧俊宁的师姐不是三 在这个话题的后面 还跟着个抱 林文婉好奇地点开一看 就在几分钟前 萧俊宁竟然转发 关注了她的微博 写着 我相信师姐不屑于当三 爱她 我不是三 难怪她的那条微博 一下子就爆了 原来是被当间 娱乐圈最年轻的顶流 给转发了 这不爆 才叫奇怪了 有了萧俊宁的背书 流量自然是无敌大 人家今年可是活变 全亚洲红得发紫 红到去趟岛国和棒子国 都要被限定挥手次数 以防发生拥挤踩踏事故的程度 泰国皇室甚至还用皇家礼仪接待她 泰国公主 还是她的粉丝 人们关心的 已经不是林文婉当没当三的事了 而是她跟萧俊宁之间 有没有什么故事 林文婉给的图 锤得够实的 再加上她超凡脱俗 自带仙气的颜值 很容易就让广大网友相信 这就是一个出入职场的大美女 被猥琐上司性骚扰不成 反坡污水的故事 虽然林文婉是不记得 曾有萧俊宁这么一个校友 别说校友 就是当时初中的同学她都未必全记得 当年只想着读书 但是对方这么仗义地挺自己 她还是要感谢的 当即也关注了萧俊宁 并转发了她的微博 回了一句谢谢 关于此次八卦事件的另一方 包俊才 此时其实根本就没有心情 管网络上的那些狗屁倒造事情 性骚扰什么的 哪怕被捶成天雷她也无所谓了 因为她最近遇到的事 远远比这种情况严重多了 性骚扰的指控 她顶多名声受损 又或者被降职 最差的结果是辞职 可最近发生在她身上的指控 是会把她直接送进牢里的 那就是职务侵占 这可是要判几年的罪名 有人请了斯嘉侦探调查她 证据弄得特别详实 然后直接发邮件给了他们国外总部的老板 这个事件不用说 当然是调查她的路手约顺手做的 对于包俊才这种人 她想捏死太容易 一头官司的包俊才 现在根本没有一丝丝的闲心管别的事 对于不断给她拖后腿的前妻 和各个现女友 她都不想搭理 甚至恨不得他们都去死 林文婉当然不会去关注包俊才的近况 她晒出的截图完全属实 当初也确实因为对方丢了工作 现在这个黑锅自然要还给对方 她可不是被人打了左脸 还有伸出右脸迎合的人 她喜欢以德报德 以直抱怨 手机的电话是一个接一个的响 短信也是一条接一条的来 林文婉不挂也不接 就点到一边 自顾自的看着自己微信里的消息 是关心的回两句 是八卦打探的 甚至像夜莺这样来恶心人的 就直接拉黑 正好又清理一波朋友圈 没多久 路手约的信息跳了出来 睡了一觉刚醒来 你怎么样 昨晚那么晚 有好好补一觉吗 嗯 不了 这是昨晚停车场的监控 你看看这人你认不认识 需不需要报警 林文婉点开她发过来的监控视频 看到了那个扔掉她衣服和化妆带的女人 此人勉强算是她的熟人 大家一起做过很多次活动 但论交情没有 可要说仇就更谈不上了 虽然加了微信好友 但从来不联系啊 她都不明白自己哪里得罪了对方 谢谢陆老师 不报警了 我之前的衣服和快用完的化妆品 报警了也没什么用的 以后我会提防她的 不过 我根本就没有得罪过她 真搞不懂她这么损人不利己是为了什么 有时候比别人美 比别人强 就是一种得罪 陆老师 陆老师你说的好有道理啊 我真是无法反驳 唉 太优秀是我的错 人生来本就是在不断地选择和放弃 道不同 不相为谋 跟陆首约又寒暄了几句 林文文想了想 把监控视频转给了陈锦鱼 相比起林文文 陈锦鱼跟对方的关系一样好得多 但对方既然是一个性情这么狭隘的人 就不值得深交 作为朋友 她有必要提醒一下陈锦鱼 她给陈锦鱼就留了一句话 这就是把我的衣服和化妆品都扔掉的女人 其他的判断和决定 便由对方自己做了 不过 昨天陈锦鱼刚无辜挨了一顿打 今天恐怕也不会有精力看手机的 给陈锦鱼发完后 她又把视频转给了这个女人 并留言 想要人不知 除非启莫为 我劝你好自为之 完事后 直接拉黑了对方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请帮我分享一下吧 记得送月票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我在唐朝当岛爷 改编次起点中欧网 经她能穿梭时空 作者 青竹铃 演播 雨淋淋 欢迎订阅 第九十五期 那女人接到林婉婉的微信 看到视频的一瞬间 脸色就白了 她都忘记了地下车库还有监控了 当然 她更想不到 林婉婉竟然能为了缺缺一套破烂运动服 就找到国际时代广场拿监控 时代广场的监控 这么好拿吗 看着林婉婉冰冷的话语 她还是想狡辩一下 毕竟林婉婉跟陈锦鱼要好 她怕会影响自己后续跟陈锦鱼的关系 只是刚把狡辩的话发过去 便发现自己已被拉黑 昨天挨打的人里 怎么就没有林婉婉这个贱女人呢 真是不爽 骂归骂 她心里还是很慌的 她觉得林婉婉肯定把视频也发给陈锦鱼了 对于昨天做的事 她忽然生出了一丝丝后悔 昨天 她就是看林婉婉跟肖俊宁牵手走红毯 极度地失去理智了 才想着整林婉婉一把 因为是临时起义 根本就没想太多后招 如今却是回之晚矣 损人不利己 说的就是她这种人 这一边林婉婉退出微信 直接就把手机调成了飞行模式 再不管网络上的纷纷扰扰 她打开时空门 回到唐朝 现代的魔都 杨超男手里的玻璃杯掉了 水洒了一地 但她过不得了 挂掉电话后 整个人愣了足足有五秒 然后才看着一脸悠哉悠哉 坐在落地玻璃窗前的懒人沙发上 打着手机游戏的肖俊宁 心里有一万句妈妈皮小骂 但出口的话 却变得苦口婆心起来 宁 你怎么会放飞自我 发那样的微博 你才二十一岁 正是拼事业的时候 难道想谈恋爱 谈恋爱有什么意思啊 搞事业才有趣啊 宁 你可正是起飞的时候 这时候就别想乱七八糟的了 你怎么知道谈恋爱没意思啊 你谈过 杨三十年单身汪 朝南 约了一下 强便说 作人 事业更重要 你现在是人气最鼎盛的时候 传出绯闻 瞬间能掉几百万粉 你信不信 你别不当一回事啊 年底马上要颁各种最受欢迎奖了 今年你的此间少年 票房二十亿 很有希望被提名最佳新人的 如果再拿下最受欢迎男演员奖 你想想 那是什么盛况 说到后来 又壮死无疑地问起 那个 你跟那女孩 叫林婉婉的 真是校友 你们以前认识 听到这个名字 萧俊宁脸上淡然的神色一收 黑着脸 不认识啊 一想到林婉婉中考结束返校时 自己还鼓起勇气 给人家递过一封当笔友的信 结果却时辰大海 毫无音讯 萧俊宁就倾金抱歉 校花了不起吗 她还是校草呢 年少无知的岁月啊 正是迟疑回忆 她也不知道 刚刚为什么 鬼使神差地转发支持 也许 只是为了原少年时的 一个英雄救美之梦 现在的她 站得更高更远 一不仅仅是局限于 校园里的风云人物了 只要轻轻地一个举动 就能拯救她于水火 为什么不能 什么 不认识 不认识为什么要转发说是师姐啊 当这种浑水有意思吗 杨超男几乎要跳了起来 为了这么一条微博 公司里又要花费一大笔 压热搜的公关费 她还在喋喋不休地劝说 萧俊宁冷不丁插了一句嘴 你话这么多 家里人不嫌你烦吗 女孩子还是安静一点 比较可爱吧 心好累呀 太年轻的顶流 难带呀 林婉婉回到唐朝时 天有些微微发亮 小清玉也快醒来了 整个人都已经睡在了 她的枕头上 闭着眼 伸着小手在乱摸 林婉婉笑着 把小家伙往里推了一些 躺回床上 这时小家伙睁开了眼睛 软软糯糯地喊 娘亲 嗯 小家伙又闭上眼 搂着她的脖子继续睡 只是没睡两秒 又出声了 娘亲 我要尿尿 嗯 去吧 小清玉的存在 能瞬间扶去 林婉婉内心的力气 令她由衷地开心 很多时候 真的已经是 林婉婉离不开 小清玉的陪伴 而不是小清玉离不开她了 付出 何尝不是一种得当 新的一天 在美好中开始 今天的林家庄 男的有些还在赖床 日头变短 天亮地晚 他们没办法早早出海 地理又都说好了 是浓闲时 因此没什么事 索性睡觉 有些则帮着自己老娘和娘子 一起和面做蒸饼 面粉和羊肉 还是昨夜酒楼的人 连夜送来的呢 也幸亏冒险是没有城墙的 也就无所谓什么宵禁 像大城市的人 晚上就根本不可以走动 大堂是实行很严格的宵禁的 林婉婉只提供面前 别的什么也不用做 但也能在族里分红 毕竟谁都明白 她的面碱虽然只需要放一点点 可却是最重要的配方 是除面食酸味和室面蓬松的关键 因为没办法教会族人 制作面碱在贩卖 林婉婉也偷懒 不自己提取了 她直接在现代 订了不少蓬松剂和发酵粉 比她自己的简陋版面碱 可强得多 到时候给族里人用 他们也不会看出有什么不同 天还没完全亮 勤劳的妇女们 便把今天要浇的500个蒸饼 和500个肉蒸饼都做出来了 叠在干净的大缸里 里面还垫着白马布 上面压着一条被子保暖 又林孟金和林孟博两人 驾驶着林婉婉的马车 去小溪镇的酒楼送货 顺便拿回今天的铜钱 他们俩在族里都算是比较彪悍的 别看林孟金人矮 可肌肉发达 宫二头鸡都快比脑袋还大 这都是在船上摇卤摇出来的 男人三大苦 撑船打铁磨豆腐 可想而知 摇卤撑船的活有多苦 又有多锻炼人 而林孟博肌肉跟林孟金一样发达 人还比他高 自然更彪悍 由他们俩组队去送货提前 也不怕有人敢来抢 何况 车上还放着防身的两把镰刀呢 农具在下地时是农具 打架时自然就是武器了 乡间的田舍汉们对这一套玩得很溜 反正大家都很穷 日子过得很艰难 不怕跟人拼命的 所谓光脚的 不怕穿鞋的 要不是鱼差太大 不好携带 他们堂兄弟两个 都想带两把鱼叉了 那才叫一叉一个准 鲨鱼都敢斗 害怕区区人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请帮我分享一下吧 记得送月票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越文集团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我在唐朝当岛爷 改编次起点中欧网 经他能穿梭时空 作者青竹林 演播雨淋淋 欢迎订阅 第九十六期 族里热热闹闹的 林文婉家也不冷清 她带着小育儿小螃蟹还有大鸭 正在玻璃花房里面 采摘草莓和番茄 这两样都是林文婉从现代 买了包种活的苗进来种的 番茄和草莓都是先房葬好后就开始种下 如今正到了成熟时 这两样东西原产于美国 草莓后来先传到法国 再在民国时经俄罗斯传入中国 而番茄则在明末万历年间传入中国 反正现在的大唐是没有的 因此整个林家庄自然也是无人认识 但小家伙们都很熟悉了 从一开始种植起 林文婉就带着小青玉 像种花一样的玩着种 大家自然都知道 反正林文婉教什么 他们就学什么 小孩子接受能力都很强 摘下一小竹篮草莓和几个小番茄 几个大番茄 林文婉就带着孩子们回到厨房 洗手洗草莓和小番茄 然后分着吃 这草莓是奶油草莓的品种 果大香甜 还是一年四季可种 洗好放在透明的玻璃盘里 光看着就口舌生津 小番茄是矮生樱桃小番茄品种 红的黄的放一盘 皮薄肉细 汁多味酸酸甜甜 风味十足 林文婉和几个小家伙一口一个 眨眼就吃完 小青玉抬头看着林文婉 牛鸡好好吃啊 等晚上我们再挑一些成熟的衫 好呀好呀 小青一拍手笑了起来 林文婉笑着 看向剩下的两颗大番茄 想着晚上弄个番茄牛腩吃吃 大唐的煮菜蒸菜实在是没味道 偶尔还是要来点现代食物打打牙剂的 正想着 侧门传来了动静 昆仑领着舒奇走了进来 林文婉瞧了一眼舒奇的身后 没看到想看的人 微有些失望 哎呀 倒不是他对萧冲有什么想法 只是如诗如画的美男子 谁不爱多看两眼呢 林娘子 这是我家郎君让我送来的信函以及一幅画 林文婉接过信 好奇道 怎么好好的给我送画呀 林娘子看了便知 舒奇有一肚子的腹肥 在她想来 萧家透露林文婉的消息 给她外加之道 根本不算是 这对林文婉难道不是好事吗 一个被萧家遗忘的外孙女 和被承认的外孙女 那可是有很大区别的 再说了 这事也不是自家郎君透露的呀 可郎君竟然把错揽在身上 还特地派自己来赔罪 不过舒奇也知道 自家郎君很是尊重眼前这位 远防的不能再远防的表妹 那她作为仆人 自然只有表现得更为尊重了 即便内心弹幕很多 她也不会傻得说出口的 云城上前接过舒奇手里的卷轴 后者行了个插手礼 东西已送到 在下告辞 带人走了 林文婉拆开信寒风筒 看爸微微一向 自语道 还听蒋秋的 好吧 你说不是你 那我就相信你 把信重新叠好 林文婉拿着卷轴走进自己的书房 后面还跟着三个小根屁虫 林文婉笑着道 你们自己去玩 娘亲要忙一会儿 小青玉催生对着大鸭和小螃蟹说 我们到外面去玩吧 我娘亲要忙 两个小家伙 乖乖地跟着小青玉走了出去 虽然他们比小青玉年龄大 但实际上却是以小青玉为首 没办法 谁叫小青玉掌握了灵石大权呢 林文婉将消冲的信 放进书桌抽屉的一个木盒子里 然后打开卷轴 将里面的画取出来 挂在书厨上细细心上 画上画的是一幅草虫图 几只蜜蜂飞在一株兰花旁 花蜜像露珠 蜂蜜有的在采蜜 有的在盘旋 生动鲜活 虽然林文婉不懂画 画工技巧看不懂 但美是共通的 看着就感觉这画很美很真实 跟她印象中的中国古画不太一样 这算是公平画吧 林文婉也不太确定 毕竟她没学过画 不知道是谁的画作 不会是消冲刺喜的吧 她的目光落在了画作的落款上 仔细辨认了半天 还是看不懂两个红章里刻的是什么字 罢了 回现代问问陆首约 她玩古玩的 应该知道 收起话 林文婉按部就班的去学堂上课 午饭后趁着午休的时间 小家伙睡着了 林文婉又悄悄回了一趟现代 一打开手机 上面的短信和微信便瞬间爆满 林婉婉无语 低声道 跟萧俊宁扯上关系 真的就那么活报吗 但等她打开信息随便看了几条 才发现 竟然都是关于昨天晚上打架的事 登陆微博热搜一看 热衣的话题 多名男子殴打女子被反杀 后面赫然跟了一个豹子 点开一看 果然是自己爆打那几个男人的视频 底下的评论全是点赞的 女侠撒爆了 Go sub girls 作为萧俊宁的粉丝 忽然觉得这位师姐也没那么讨厌了 今天最大的反转 建议我的小姐姐 不会是小三 女侠 开直播吧 我要给你打赏 严生凶手 太无法无天了 如果不是小姐姐无力值报表 那些女孩会是什么下场啊 女孩到底做错了什么 拒绝别人就要被暴打吗 店里那么多男人 一开始居然完全没有人站出来 帮帮这些女孩 还是碗礼服女侠跑了过来帮忙 我的关注点有点歪 女侠身上这条被撕破的碗礼服 不就是跟萧俊宁站在一起时的那条吗 SV京春的新款 42万呢 赔 小姐姐让她们赔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请帮我分享一下吧 记得送月票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我在唐朝当岛爷》 改编次起点中欧网 经他能穿梭时空 作者青竹林 演播宇林灵灵灵 欢迎订阅 第九十七集 李宝晚晚看了一会儿 大部分都是对自己的夸奖和支持 只有少部分的阴阳怪气 便退出不看了 真没想到 这事居然会闹上热搜 也不知道是从哪里流出去的视频 关注度对她来说也不算是特别好的事 毕竟她身上藏着大秘密 她决定最近如果没什么事的话 就待在唐朝少回来了 等热度下去了再说 只要自己不跳出来接受采访保持低调 这种热度也就是一阵风 这样想着 她暗断了又一个陌生来电后 见风插针地拨出了陈锦鱼的电话 接电话的人是她的妈妈 对方也看到了网上的视频 对林婉婉的仗义相助感激不已 并不断说着要把林婉婉垫付的医药费还给她 林婉婉只说钱的事不及 接着又问了几句陈锦鱼的情况 现在事情闹上的热搜比较敏感 陈锦鱼暂时是没办法跟外界沟通了 估计上面的人怕他们几个受害者说出什么话 或上浇油吧 从陈锦鱼妈妈的口中知道 陈锦鱼已经恢复平稳 那就够了 林婉婉收了电话后 拿出画卷拍了几张高清的照片 发给了陆首约 对方大概在忙 没有马上回复 她换下古装 戴上帽子和口罩 跑步出了小区 骑上共享单车 去小区附近的华润万家超市买牛腩去了 顺便再采购些别的 等采购完回到小别墅 陆首约的信息还没回复 林婉婉也不急 慢悠悠把牛肉放冰箱里 手机调回飞行模式 安安静静回到唐朝家里 她看着卧室床上的小家伙睡得还正香 热嘟嘟的小脸格外的可爱 林婉婉忍不住 抚身亲了小家伙一口 然后走到窗边 推开卧室窗户 深深吸一口带着大海味道的空气 整个人都精神了 还是这里舒服呀 没有嘈杂的声音 没有纷纷扰扰 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晚娘睡有觉呢 赶海给你挖了些蛤蜊 两几天土干净沙就能吃了 昨天你说想这一口的 西侧门那边 林婉婉走了进来 抬头跟二楼的林婉婉说道 林婉婉听了心里有点感动 林家庄的人总是把她随口一句话放在心上 只要力所能及的 绝无二话 她笑着趴在窗口 对林婉婉道 现实想这一口了 谢谢你啊 孟博堂兄 怎么样 早上去送蒸饼 还顺利吗 一提起这 林婉婉被海风吹得泛红的脸上 就泛起了喜悦 顺利得很 我算了算 这一趟我们族里 就赚了一罐半多的钱 都是辛苦钱 可惜的是钱没拿回来 白面和羊肉的钱 还有低几天 下次不用那些店提供白面和羊肉了 我来搞定 我认识小溪镇几家很不错的店 白面白刀让你难以置信 那好得很 我给你这个放厨房哈 林梦博一直仰着头 跟二楼落地窗前的林婉婉讲话 林婉婉说道 你等我下来 这东西不用养两天 我有办法 马上就让隔离土干净杀 林梦博一脸的怀疑 林婉婉转身下楼 从林梦博的手里 接过一网兜的隔离 两人来到厨房 林婉婉将隔离倒在一个大瓷盆里 再倒入山泉水 接着滴了几滴油 最后在林梦博拦枝不及的目光下 刷的一下 倒入了小半罐的细盐 林梦博都感觉窒息了 呆呆地看着盆里 慢慢融化的雪白的盐 娃娘 这就是你说的办法 阿娘哎 太浪费了 这可是盐啊 白花花的细盐啊 嗯 是啊 这可是妙章 林梦博服额 苦笑道 也就只有你了 真不知道 从前你跟老神仙过的什么日子 怎么舍得这么糟蹋盐 盐 没毒要十三文 都是最粗糙的盐 哪里有你这样子细白的 雪花细盐定是天家 听了林梦博的话 林梦博的 林梦博笑道 这是因为你们没有把里面的杂质提取出来啊 其实很简单的 等我下午下课了 仔仔细细地告诉你 该怎么从海水中取盐 别别别 你别说 这种秘方 不是我这种香野渔民能听的 顿了一下 他又忍不住问 万娘 你真能煮海水成盐 我骗你做事 不是煮的 是晒的 林梦博文言 二话不说 转身就往外跑了 边跑边说 我去找组长说 等林组长气喘吁吁地被林梦博拉到林王婉家时 他早就已经去了前院 开始给孩子们上今天下午的课了 林组长满脸的激动之色 想说话 又不知道该怎么说 在林王婉家的厨房门口转了好一会儿 才渐渐平静下来 不行 这个不是我们小小林家庄能够掌握的东西 林组长想到了前些年的战乱时期 忽悠胆怯了 盐这东西 牵扯太多的利益 绝不是他们乡间小民能碰的 若是被门阀大足觊觎 恐怕他们喉涛林氏 会被吃得骨头渣子都不剩 喉涛林氏的敌支 就是因为财富太多 而实力不足才覆灭的 而今他们分支 也就只剩下42户人家而已 怎么敢染指这样的事 冷静下来的林组长 正正地站了一会儿 一掌拍在林孟博的胳膊上 颤痛道 走 你啊 就当做今天什么都没听到 林孟博急得脸都红了 为什么 族长 是炎啊 是戏炎啊 婉娘也是我们临时的人啊 你不懂 没有权势 我们碰不得这东西 会有灭顶之在的 这句话 就像是兜头给林孟博浇了一盆冰水 透心聊 他垂头丧气道 我懂了 族长说 两人走出西侧门时 背都仿佛弯了不少 在狼眼下坐着绣活的云长 好奇地看了了人一眼 但什么都没有说 倒是华农悄悄对他说道 林组长 这一会儿高兴 一会儿丧气的 是做甚呢 不该你问的别问 不该你看的别看 做好我们自己的活就是了 哦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请帮我分享一下吧 记得送月票哦 欢迎收听 由喜马拉雅和阅文集团 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我在唐朝当岛爷 改编次起点中欧网 惊他能穿梭时空 作者青竹林 演播雨淋淋 欢迎订阅 第九十八集 等林王婉下了课 去隔壁找林孟博士 对方早就已经下田去了 家里只剩秦士 在叽叽负叽叽地支着布 立冬之后 田里还能种些耐寒的松菜 就是现代的白菜 只是产量极低 临时一组出了跟着林婉婉 种过一些没听过 没见过的新菜 松菜更是不能少 收获后冬天拿到镇上 还能换点钱财 林婉婉还以为 她说了要弄晒盐的秘方 会令林孟博兴奋的 没心思干活呢 居然这般淡定的夏天 倒是也没有想到 等林婉婉找到林组长 才要提起严的事 就被林组长打断了 婉娘 严的利益太大了 这不是我们落魄的 喉涛临时能碰的事情 林婉婉没想到 林组长竟然这么说 如此小心谨慎 如果自己把做肥皂 玻璃等等事情 再往外说 岂不是把人吓死 不过细想一下 却又觉得林组长 说的有些道理 林婉婉毕竟是现代人 没感受过真正的战乱 和强取豪夺 求救无门 官官相护 对权贵 没有畏惧之心 而林组长带领一族 从动荡的年代苟活下来 自然有她的处世智慧 甚至她本身还参战过 隋唐使想参战 穷人可不行 至少自己得准备好兵器才可以 也就是说 隋末的时候 哪怕是林氏分支 其实也没有现在这般穷 但一场战乱 令侯涛林氏越发的穷了 林婉婉忽然想到一些别的 也许 当初林氏之所以会分足 就是为了不把鸡蛋 放在一个篮子里 否则 笛子怎么可能放弃祖宅呢 多半是明白 他们作为富贵的一方 更难躲过战乱 她笑了起来 说道 族长叔 我懂了 那这以后 我们族里自己想用 不往外卖丝言便是了 如何 不 晚娘 这东西 你要么永远别拿出来 要拿出来 就得让人抢不走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我们侯涛林氏 没这个底气啊 林婉婉默然 暗存是否应该发展一些势力 现代化的武器买不着 可黑火药的配比 很容易查到呀 族长叔 你放心 我会想到解决办法的 林族长瞧着林婉婉的神色 沉吟道 你是个不一般的 收读得多 会得多 但是须知 人性险恶 告辞了林族长 林婉婉心里已经有主意了 既然侯涛林氏碰不了这东西 那就去找压得住的呗 论功 萧冲所在的兰陵萧市 骑凉房 算得上明德相望 羽唐盛衰 是条大粗腿 论思 林婉婉对萧冲有救命之恩 萧冲还慷慨地赠了古琴和翡翠 如今还有一幅幻 他以至言之法抱之 绝对够分量 虽然是远得不能再远的 远房表兄妹 可只要立一够 还怕会疏远吗 林婉婉用铅笔画了一幅图 然后拿着图纸 找三叔公定制了几张长方形 有封编的木板 三叔公一家 因为林婉婉在台风天的收留 以及之后搭访的原住之恩 对其格外感激 此次林婉婉找上门来 请她办事 她自然是一口硬下 并当成了第一要事 三叔公的乐障曾是个吃公家饭的老木匠 属于匠户 由于老木匠仅有一女儿 便也指点了他这个女婿一些木匠活 这附近的穷人要打家具了 基本都是找三叔公帮忙 也不说是复工钱 多数是给些吃的用的 三叔公年轻的时候下海捕鱼为主 现在年老都不动大鱼和大海了 就留在家里做些木匠活贴补家用 当然 为了不令自己变成低贱的将户 她从来没有扩大过自己的事业版图 对木匠活也没有太上心 也就是在十里八乡里面 小打小闹 其实在林婉婉看来 若三叔公放开了胆子当个木匠 就可以吃国家饭了 那家里早就可以造起海力壳石头房 可这万恶的封建社会呀 工匠的地位实在太低 排在农之后 若三叔公真这么选 估计早就被除族了 一心自认是寒门的侯涛林氏分支 怎么可能放下身段 容忍族人是将户呢 要知道 一旦成了将户 那就世代盯死了 子子孙孙都必须当工匠 阶级固化 就是这般残酷 除非不再生儿子 绝后 就像三叔公的老丈人一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日休目 林婉婉和小月儿盘坐在石岸前 正在一人一碗番茄牛腩大快朵頤 自从番茄成熟后 林婉婉就变戏法一样 从小溪镇弄来许多牛肉 冰在下面的地窖冰窟里 然后林婉婉还教会了华农 红烧番茄牛腩 华农对于厨艺这一块 绝对清除于蓝而胜于蓝 现在他做出来的番茄牛腩 不说比谢玉婷罢 可至少也远超普通的厨师了 林婉婉更是没得比 对于吃喝用度 林婉婉一向宽容 他们吃什么 家里三个奴仆就吃什么 学堂里的保安林振天也一样 只是不在一起吃而已 正舒舒服服地吃着 西侧门传来了动静 蹲在门口吃着番茄牛腩 面疙瘩的昆仑 顿时站了起来 盯着门前的鹅卵石小盗 胸目之时 连通着前院学堂的院门 多数是落索关着的 但西侧门为了方便族人串门 基本不关 片刻后 一道从容不迫的身影出现 她嘴角擒着神秘的淡笑 迎着北风 一袭雪白青球随风飘扬 道不尽的血液风流 悠然潇洒 暖阳穿过厚厚的云层 正好照在她的背后 仿佛为她度了一层温柔的光韵 以林婉婉见惯了网络各类帅哥美女 以及二次元各类幻想美人的眼光来看 仍忍不住生出惊艳的感觉 她的出现 总是如此的如真似幻 实在不像是凡间能配得上的人物 唉 这令人无法呼吸的魅力 就好像往平均的水面扔了一块巨石 激起阵阵涟漪 林婉婉呆瞪了一会儿 直到来人走到了廊下 才清醒过来 表哥大驾光临 有事远迎啊 前日收到你的名次 小妹就一直等着了 萧冲唇角飘着一丝笑意 卡里仆人送来了第一批年货 有一样东西甚新鲜 某一得了空 并给你送来 叫你也尝尝 话音刚落 跟在他后头的书旗就钻了出来 向云长递上一个小竹篮 云长轻轻接过 蹲在林婉婉的十岸前 里面竟是一盘鲜红欲滴的樱桃 别看只是小小的樱桃 在大唐可是绝对的奢侈品了 等闲的小康之家想买也买不着 都垄断在贵族家里 也就是长安 汇聚了天下行商 市场上才会多一些 让小民也有机会吃到 他笑了起来 想起杜牧的一首诗 他脱口道 忍用烹苏烙 从江玩玉盘 流年如可住 何必九华丹 嗯 樱桃配上征苏老 我也要试一试 萧成双眸一亮 看着林婉婉 好一句流年如可住 何必九华丹 表妹才情非浅啊 哪里哪里 林婉婉暗乐 这是杜牧的诗 要不是杜甫太强 他也就不用叫小杜了 能不强吗 云长 给我表哥和舒淇 各来一副网筷 诺 舒淇喂料 还有他的份 受宠若惊 不不不 不用 我们全都吃 就你看着 多不合适啊 萧冲散然拖下披风 游舒淇挂在 门边的衣帽架上 我瞧着表妹 食案上的菜肴 很是不凡啊 这红红的是什么 跟番手一样 也是来自 美洲的好东西 表哥坐下来 一起吃了便知 萧冲毫不犹豫地 在林婉婉的 左手边跪坐下 小清玉 从碗里面抬起头 看了她一眼 有一点点不开心 她总觉得 她要跟自己抢娘亲 从她出现在门口开始 娘亲就还没看过自己呢 偏偏萧冲 一点都不懂娃的心 还伸手摸了一下 小家伙的头顶 小清玉直接往后一仰 避开她的手 并送了她两个大白眼 瞧得林婉婉哈哈大笑 表哥 你是不是从小走到哪 都是欢迎啊 从来就没有遇到过 这般的冷孕 啊 哈哈 萧冲尴尬地收回手 逗小清玉 怎么 小家伙对我有意见 叫声表就来听听 小清玉头一扭 哼 原来你是一只 会哼哼的小猪 小清玉气得 站起来跺脚 你才是猪 你才是猪 小月可不是猪 哦 原来你会说话呀 那不是小猪了 这时 碗筷递了上来 里面已经盛好了 满满一碗 番茄牛腩 香味扑鼻 唐朝贵族都是分餐制 萧冲也习以为常 萧冲夹起一块 红色的番茄 观察片刻 放入嘴里 一股酸甜味在舌间炸开 味道浓郁香甜 萧冲紧接着又加起了第二块 第三块 一直到第五块之后 他才加起一块肉送入嘴里 牛肉浸饱了汤汁 一点不腥脏 软烂适口 是萧冲从未吃过的美味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请帮我分享一下吧 记得送月票哦 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和粤文集团联合出品的有声剧 《我在唐朝当岛爷》 改编自起点中欧网 经他能穿梭时空 作者青竹林 演播雨淋淋 欢迎订阅 第一百集 嘴里的食物都咽下后 萧冲才意味甚长地说 这是牛肉啊 前几天在小溪镇 刚好遇到方氏里一头老死的牛在售买 我便买了一些回来 怎么样 配合我的番茄 是不是味道非常好 这牛肉鲜嫩可口 一点都不老啊 因为劳作了一辈子 入寝啊 再说了 表哥怎知他不老 莫非吃过小牛肉 家里每年总要病死几头牛 原来如此 你这些蔬菜种子都留着吗 卖于我一些 很值得推广 萧冲对于这种为国为民的事 很上心 毕竟是县令呢 时时不忘 心系自民 县令到年底 工作忙得跟狗一样 样样都要做 样样都要管 原则上 连百姓家里有几口人 长什么模样 钱财几何 都要登记熟悉 哪怕有县城等人辅助 工作量还是太大 若不是消冲效率快 都要类似在岗位上 今日难得能抽出空来放风 没问题 不过这些都只有在暖房里才能种 外头现在不是季节 等明年春天 我会把所有的种子都整理出来给你的 如此 我便替冒险的百姓以及阿爷 谢过表妹了 百姓我理解 为何还要替亮尊道谢 因为上次闹过大人的笑话 李婉婉后来专门查资料 看了唐朝的称呼 知道在大唐官话里 都称呼父亲为阿爷 或者阿爷爷爷爷 家父乃鱼部郎中 长君臣皆相 院幼 山泽草木 及百官 翻课菜书 星探供应 及田列等事 你这些新鲜的菜书种子出现 对他来说是好事 往年只有外邦朝共识才有 萧冲的智夏能有一个林婉婉 绝对是她的福气 当然 林婉婉能穿越到萧冲的智夏 也绝对是她的福气 否则换一个黑心点的 说不定 她早就在大唐待不下去 得滚回现代了 哦 原来如此 客气客气 这边林婉婉等人吃着 舒奇也正在唐污角落里的石岸上 吃得满头大汗 嗯 好吃好吃 太好吃了 这是怎么做的 里面加胡椒的吧 就离她不远的昆仑 只管蹲着吃自己的 根本不搭理她 倒是华农小声道 是 不止加了胡椒 还有八角 大葱 蒜 六九 和糖类 你们娘子也太舍得了 这是你做的 华农有点小骄傲地点点头 娘子爱吃我做的菜 都说新罗碧好 果然啊 接下来几个人没再说话 安静地享受着美味 舒奇甚至把汤汁都喝得精光 这样的美味 是她平生第一次吃到 比起这 以前她吃的就跟狗食差不多了 建筑桌上的三味都放下了筷子 云长也明手快地上前收拾 接着没一会儿 就端着切好的几片寒瓜 放上了食案 萧冲倒是没怎么样 可一旁的舒奇 眼珠子都要瞪出来 寒瓜 这么好的寒瓜 林婉婉笑道 表兄尝尝看 饭后来一片很是爽口 这是我师尊改良过的寒瓜种子 林婉婉又对云长道 你们也下去吃吧 不用守着我们了 给隔壁的两个小家伙 也送去几片 诺 舒奇跟着华农 云长和昆仑 一起来到厨房 云长拿起四片寒瓜 放在碟子里 就往门外去了 你们先吃吧 我的那一片 给我留着 云长姐你放心 我绝对不会多吃你的 我会看好昆仑的 还有珍珍郎君的那片 我也会留好的 华农连忙保证 云长走后 看着华农和昆仑 毫不犹豫地 一人拿起一片寒瓜放嘴里 舒奇真是惊呆了 你们这还真的吃啊 寒瓜很好吃的 你不吃吗 不不不 他的步子刚落下 昆仑就探手去抓他的那一片 这个步子 昆仑刚好听得懂 心想着你不吃 我帮你吃啊 舒奇连忙一张猴子摘桃 匹手夺过 愤愤道 嘿 乌纳昆仑奴 忒不懂事了 这是我的份 抢到手里后 他才放心地继续问 你们知道这寒瓜 有多值钱吗 华农点点头 嗯 我知道啊 在长安城里 只有王公贵族才能吃 看你面相憨憨的 倒是有点见识啊 既然知道 寒瓜的价值 怎么还敢吃呢 华农一头雾水 有点不明白他的话 好吃 为什么不敢吃 主人给的呀 若是云长在 大概能明白舒奇的想法 可眼前的两位 却都是憨憨 主人给什么 当然就拿什么 有什么好多想的 本集播讲完毕 喜欢请帮我分享一下吧 记得送月票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